富家小姐为了不被卖到青楼 竟选择嫁给你这个家徒四壁的钓鱼了 而她不仅没要你一分彩礼钱 甚至还允许你纳妾 江南烟雨 细细丽丽 雨滴落在树林和远处的芭蕉叶上 吵吵闹闹 惹人烦躁 但吵闹中的你却头戴斗笠 身着连梗编制的缩衣 静静坐在河边垂钓 你坐在这里钓鱼已经一个月 终究是百思不得其解 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封建社会的 算了 既来之则安之 到了此处重生就该好好生活 李先生 今天到伤亲日子了 您还不动身 先生不敢当 不 呵呵 李小哥有文采 俺娘说您肚子里有墨水 俺不会叫 您见谅 张叔 伤亲非去不可吗 李公子 以往这伤亲你可是最积极的 怎么今日 不去 违反大警律力 怕是不行 过了五十 腐牙就该派人过来了 到时候不是别人选你 而是给你硬塞几个那什么瓜什么枣了 歪瓜裂枣 罢了 我去就是了 嗨嗨 隔壁立湾村的二沙 东沙村的瘸腿流根 还有咱们同村的虾子陈平 这几个可是伤亲的老鼠人咯 李公子 我可不是说您哪 您一表人猜 会有姑娘抢着跟您的 你苦笑一声 十里八乡 金水村有个穷书生都是出了名的 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 在村民眼里 一根二傻 瘸腿流 瞎子成一个断位的 园主也参加过好几次伤亲大会 可那些姑娘宁可多出一份赋税 宁可被卖到青楼 也不选她 她还记得有个姑娘说 长得好看有什么用 好看又不能当饭吃 听书一句劝 去府衙登记一下 不要再做黑乎 分配了田地 也就有女人愿意跟你了 你是不知道 我们家那口子皮肤那个白 那个嫩呢 是啊 有地就能养活又白又嫩的女人 可偏偏你什么都没有 姑娘们开始挑把 再挑不上的 罚配到咸丰营去 咸丰营 那就是战场上的炮灰啊 刘言 你猴急个傻 跑再快也嫁不出去的 谁愿意要你这虎女啊 别把男人们吓着 相公 水不大 这可水不大 我要她 刘言你个胡女 这黑格是我的 谁也不准抢 牛子 我们走 李公子你还不知道吧 这个刘言是克服命 刘言是隔壁乡的刘家女儿 家里父亲早亡 母亲年迈 还有弟弟妹妹 朝廷的负税重 家里出不起这么多口人的负税 她便被推出来参加伤亲 按道理以她的姿色不难找婆家 也找了好几个 但无一例外 她嫁过去之后男人都出了意外 第一个男人憨厚 上宫的时候被山上滚落的山石砸死 第二个男人是个酒鬼 新婚夜喝酒 撞到门房的石阶上 久而久之 克服虎女的名声传出来 也就没人敢要她 再嫁不出去 就要被官府迈进官班窑子里了 瞎子 瘸子 老哥 你行行好 收了我吧 不不不 我怕死 哎哟 啊 牙医大哥 快快走郎中 货草装的真相 喝着我还不如一个傻子 李家哥哥娶我 娶我好不好 哈哈 一个克服命 一个死穷鬼 天生一堆啊 李瞎人那个狗窝 流言这丫头也是命苦 我都怕她嫁过去饿死 说不定人家李下人会改姓呢 这话倒是说对了 她李下人不仅性格改了 连灵魂都改了呢 相公要是不收留我 我就真的没有地方可去了 我虽然有几个短命夫 但还是完毕之身 我也知道我配不上相公 但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求求相公 娶了我爸 求求相公公子 你娶我 我吃的少 干的也多 我还会真吃 还会下地耕种 我真的吃很少很少的 李公子 娶不得 这女人娶不得呀 是啊李公子 您身子骨本来就弱 万一被这狐女给咳死了多不值当 她是屁股大好生样 但她咳死了好几个男人嘞 李公子 您听一句劝 狐女碰不得呀 更何况您是黑户 县里乡里真之眼闭之眼已经不容易 在天各人口 可是要交税的嘞 是啊李公子 您可别光看他屁股大呀 不不不 我娶他 谢谢大伙的好意 就算贝克死了 兴许也是我活该吧 此刻的牙医没开眼笑 生怕你们两个反悔似的 就在一张竹简上写下你俩的名字 让你俩签字画鸭 走回家 你头也不回的走着离开 流言好久才反应过来 快步就跟上你归家的脚步 又怕跟得太近 小心翼翼的走着 时时刻刻观察你的脸色 不光他感到不真实 你更加感觉不真实 钓鱼钓到个明星一样的媳妇 可当他回到阔别已久的老宅时 出现的竟是一片荒芜 本以为女孩会因此离他而去 不料他却丝毫没有嫌弃 相公不必挂心 我明天就去市集设些针线回来 日夜赶工 应该能足够补贴嫁用的 这么好的婆娘去哪找啊 我这十年算是没白掉 三十几岁的年纪终于娶上老婆了 相公请喝水 相公这是嫌弃我 我也知道 行了行了你以后不要叫我相公 我比你吃长年月 你就喊我一生李哥吧 这水我不是不喝 是要烧开了才能喝 明白吗 原来相公是要喝冒泡的水 你先穿我的衣服 把湿衣服换下 家里早就已经没有你了 明日我 我总会想办法的 你要嫌家里穷 可以随时离开 他本想说明日他想办法挣钱 但钱哪有那么好账 翻看钱身十年光景 大半靠的是村里人的街景 还有出去吊吊鱼抓点活物 能勉强活下来已经不错 好在乡民淳朴 总没有让他到饿死的地步 相公不 李哥 求求你别赶我走 别把我退回去 不是要赶你走 你去换衣服吧 我先去找找张叔 好歹今天我们俩结婚 横竖都不能饿着肚子 李佳人到张叔家 借了两朵粗粮 还有一尾张叔刚打的鲤鱼 回来就麻利地处理了炖汤 而流言则因为怕佳人 把他退回去 所以一直忙前忙后的蛋火 不一会儿 一锅浓香扑鼻的鱼汤就熬好了 李哥 吃鱼汤 你怎么不吃 李哥吃 我喝点剩汤就好了 吃 你跟我第一天哪有让你饿肚子的道理 李哥你吃 我真的吃很少的 吃不下 李哥对我已经很好了 刚进门都没打我 我已经很知足了 这个朝代的风气就是男尊女卑 许多女子过门的第一天 很可能被丈夫毒打一顿利威 更有的女子会被夫家买卖 至于卖到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 反正不是什么好地方 李佳人终于明白了 流言一直强调他吃的少 是不想被送回去 吃完他 不许说别的 李佳人板着脸 语气也冷了几分 流言一听极了 害怕他生气 立刻乖乖喝鱼汤 但还是边吃边流泪 楚楚可怜 让李佳人都不忍心欺负他 大概是因为很少吃美味的东西吧 李哥真好 我们家一年也吃不上一顿肉 都是野菜 就着腾鼠吃 吃多了肚子疼 放心 你来了我家 我就不会让你饿肚子 好歹是个穿越者 佳人掌握着不少现代仙境技能 在古代是饿不死的 同时他也从前身记忆想起有个野雄岭 十年前园主在野雄岭发现了一条裂缝 那条裂缝中有盐 园主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可穿越过来的瞎人却是清楚 这是裸露地表的盐盐 没有被地表雨水冲刷 已经十分难得 这也意味着地下有丰富的盐盐矿满 多年来那条裂缝无人知 兴许还能靠着记忆找到 挖些盐盐回来 不难挣到第一桶镜 李哥天色不早了 休息吧 今晚你睡床 我在堂屋弄个板子就行 那 那怎么行 我已经是李哥的人 怎么能分开睡 要是传出去 村子里的婶子们会笑话李哥的 不能让外人寒穿了李哥 你先去睡吧 你我刚刚相识 总得有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 有些事情以后也不迟 刘言看着眼前这个男子 心中很感激 因为他自己也还没准备好 这一夜 两人都怀着忐忑的心情熬了一夜 这炎炎 太阳快瞎闪了 寸动头的书生咋还没回来了 闪离可多也住野熊 该不会 要不让寸长阻止人 金闪找找 李公子那皮肉可嫩 山里蚊虫多 他又没有进山的经验 可怜那流言刚嫁过来 他就要成了寡妇 哎 一家丈老头经常金闪挖闪货 让他去寻寻 当家的 天快黑了 山里特危险 山里我熟 再危险也不能让公子 那是公子 他竟然回来了 他背着什么东西 该跟 那是好大一只野猪来 这姑帽这至少也有几十斤肉吧 李公子真神了 第一次进山就能遇到这种好东西 李公子 你这哪里打到的 回头让我家那口子也金闪碰碰运气 是啊 李家新娘子可享福了 好大一只野猪 换成粗粮能熬过这个冬天了 李公子吃了野猪肉 身体好了 晚上渴得用力啊 香名淳朴 昏段子在田间地头常有 李家人只是笑了笑 并没打理他们 反而叫上张叔 晚上到家里商量事情 当家的 煮石头干什么 别浪费了这锅骨头呀 是啊 公子 你这浪费柴火煮石头 又是怎么回事 等惠尔 你们就知道了 李家人加大了火 很快骨头汤的飘香就传了出来 很久没闻过肉香的三人 君士忍不住吞口水 张叔 你跟村西头那个猎户 经常上集市 明天帮我一起 把野猪肉卖了呗 我不怎么上集市 怕废人坑 还有就是 张叔肯定知道 哪里有买卖丝盐的地方 家里盐快用完了 得买些 在大井朝买卖丝盐是重罪 听闻此言 张叔的脸色微微动了一下 这汤真好喝 比肉汤都香 还是咸的 早知道我就不吃野菜 天天煮石头吃了 其实秘密就在这石头上 石头 石头 大井并没有开采盐盐 甚至这里的人 可能都不知道盐盐的存在 市场上的盐 都是从海边 通过爆晒海水得到的海盐 不仅粗糙不说 可能还含有毒素 吃多了对人不好 而盐盐除了有些色素之外 相对会好很多 煮石头 能出盐 只是这几块石头 有些许罢了 要不然 我也不至于出去买盐 那倒也是 张叔 这些猪骨拿回去 给孩子断汤补补 这 这怎么行 这不行公子 就当是还张叔 昨天给我的鱼 实际上意味半斤鲤鱼 又怎么比得上这块骨头 张叔家里还有娃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想了想便收下 公子 明日一早 我必定到 别人都说公子穷 但是我觉得公子跟那些人不一样 跟公子第一天就吃到了肉 娘知道应该会很开心的 是吗 我哪不一样 嗯 公子很奇怪 公子说水里有虫子 要烧开喝 可是我们都看不到水里有什么虫子呀 公子还知道 什么石头是咸的 公子还会每天洗身子洗头发 柴火也是难寻的 我们以前都是一寻洗一次 公子还让我喊你李哥 别家的媳妇都是喊当家的 以后你会发现我更加的与众不同 李哥 这是盐 刘盐学着李瞎人的动作 用手指沾了一点放到嘴边 顿时瞪大眉眸 那可是盐 撕盐二十文钱一两 盐耗三百文钱一斤 粗粮的价格才三文钱一斤 目测这缸子里的盐 至少也有三四斤多 仅朝一斤十两 按照撕盐的价格换算 这里就差不多八百文钱 刘盐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第二天张叔先带李瞎人去卖了野猪肉 一共卖了一百五十文钱 张叔经常出来买卖猎物 这个价格倒是不坑 张叔带李瞎人来到买卖撕盐的院子 老老少少数十人在这里买盐卖盐 断断续续还有人从其他地方进来 大部分是穷苦人 也有人衣着华丽显贵 卖盐的可以卖给贩子 也可以卖给顾客 倒是颇为自由 也很散乱 张铁头本来以为瞎人是来买盐的 起料他竟然掏出一袋包装好的盐 顿时不由的呼吸一致 公子你 你这是如何做到的 保密 是是是 是我唐突了 张铁头马上意识到不对 质盐之法何其重要 怎么可能轻易流传出去 更何况私自质盐被举报 没有官府在背后撑腰 那是会被杀头的 公子是想怎么卖 是找贩子还是直接摆卖 找贩子价格相对会低一些 尽快处理了好 张铁头立刻明白 带他找了好几个私盐贩子 最终三斤八两盐 以八百文钱成交 因为盐的品质较好 价格已经高出许多 此次进城 虾人一共收获九百三十文钱 百文一串 也就是九串钱 一贯钱不到 这对一个家庭来说 已经是想都不敢想的巨款 张叔 还你借粮食的恩情 公子 你这给的实在太多了 昨晚的猪骨头 和这一包盐 就足够顶借你的粮 这钱我是坚决不能要啊 要不公子 您随便给个几文钱 当辛苦费 这么多 可不敢要 张叔 你就收下吧 这些年你和沈子 没少帮我 要不是你们 说不定 我早就饿死了 我还要买些东西 要辛苦张叔帮我扛回去 你若是不要 下次还有盐要卖 我就带村西头的猎户 不带你了 那就谢过公子了 以后有什么活 公子尽管吩咐一生 他这话倒是真心的 这些年朝廷的赋税 一年比一年重 他家四口人 上面有个老母亲 下面有个小孩 早就穷得快 接不开锅 两口子没日没夜的劳作 也急不起来年的赋税 这一串钱和盐巴 可谓是救命的恩情 张铁头心里已经决定 无论李虾人做什么 他都要坚决跟随 当家的 你 你怎么买细米 这米太贵了 换成粗粮 能吃好酒 还有这些瓶瓶罐罐 家里又不缺 买这些做什么 刘言倒不是怪李虾人 而是钱来之不易 要花在刀刃上 他有些心疼 我们家以后不会这么穷的 相信我 给你扯了皮布 没做成衣服 你身上穿的也是该换换了 这只够一身衣服 我先给当家的做 当家的是读书人 不能穿的那么寒酸 听话 先做你的 公子 外面冷 进房间睡吧 听到进房间睡 李虾人顿时一愣 都说二八少女体如苏 特别是流言这种身材兼美貌并存的女人 李虾人怎么可能不动心 但是他不愿意 他也不会强求 没事 我睡这不冷 我嫁给公子 就是公子的人了 公子在这睡 那我也在这睡 你 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嗯 第二天一早 李虾人就将张叔和孙烈护请到家中 准备跟他们讲讲致言的事情 张叔 孙大哥 我有点事 想让二位帮忙 一天一文钱 一个月能挣三十文 如做得好的话 我还可以给二位加钱 一个月三十文 真的假的 在这个年代 一天能挣一文钱 三天就能买一斤粗粮的人少之又少 只有每个村子会点手艺的或者是猎户 偶尔才会有这个收入 可现在孙烈护已经两个多月没开张了 荒年 山上的猎户少之又少 能打到猎物的就更加寥寥无几 可现在 李虾人竟然跟他说 一天能挣一个铜板 一个月就可以换十斤粗粮 配合野菜也能保证这个冬天家里不饿死人 二位是觉得太少 若是做得好 我自会给二位涨价钱的 不少不少 李公子 你需要我们做什么 尽管开口 是啊 李公子 我孙天赐有的是力气 你尽管使花 从今天开始就要二位来我这里帮忙 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 中午馆一顿饭 第一天 二位 孙叔经常进山 对山里的环境比较熟悉 我需要你 每天进山帮我挖石头 取石的地点 一天可以两趟来回 每次不需要太多 只三十斤即可 稍后我会带你去取石的地方 张叔帮我去山脚 发些手臂粗的木材来 我要在院子里盖一个草棚子 以及架设两座大翁 张铁头是村子里地地道道的农人 搭建草棚子什么的 他比李虾人要更加专业 几乎李虾人一开口 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随后三人便分头行动起来 到了傍晚的时候 在三人的通力合作下 一个几十平方的茅草房就搭建好了 李虾人看后非常满意 小岩 给二位叔叔今日酬劳 公子说 两位叔叔尽心尽力 这多出来的一个铜板 是多谢二位叔叔帮忙 哥 公子 您给的实在太多了 是啊公子 我们说好了酬劳 再多要您的 心力不踏实 二位明天 如果还想来 就收了钱 速速回去 休息好 多谢公子好意 那明日我二人 一定准时 公子 原来制盐那么简单 那些盐号 还把盐的价格定那么高 真是可恶 并非如此 盐号的盐是从内陆海 以海水晒盐等方式提炼出来的 而且储藏运输成本高 定价高也正常 你只是把制盐看得简单 你事先可知道哪些石头有盐含量 你可知道煮卤水盐就会吸出 历史上很多发明都是非常偶然的 比如火药 谁也不知道硫磺和芒枭加在一起会爆炸 谁也不知道草木灰和猪肉混合能制作肥皂 这个朝代也没人知道哪一块石头有盐盐 当家的 你怎么懂那么多 我觉得你好厉害啊 嫁给当家的 是我的福气 娘和嫂子 要是知道我过得这么好 肯定会很开心 改天有机会 我们回家看看你娘他们 谢谢当家的 你真好 公子真乃神人也 张叔 以后你负责给县里私盐圈子送盐 记住 你不需要直接卖给散户 只需要把盐卖给盐贩子 最好是倒腾棘手的那种盐贩子 如果可以 做到不与盐贩子见面 就能交易 就更好了 这毕竟是个打击私盐的朝代 私盐厂子虽然有官府的人罩着 但李佳人还是十分谨慎 免得落下什么把柄 那可是斩头的大罪 让张铁头多取到散货 隐蔽自己 早也只能找上那些私盐贩子 我明白 这些年村子里的盐 都是张铁头从厂子买回来的 他比李佳人更知道如何去规避风险 这次就带石金去吧 随后张铁头扛着盐就朝县城出发 孙列护则是被安排继续进山背石头 而李佳人则是陷入了沉思之中 贩卖私盐虽然能让他迅速积累一小笔财富 但局限性和危险性太大 而且不能正大光明 也无法扩大生产 毕竟制盐过程简单 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学了去 想要挣大钱 还得想别的安稳法子 听留言说过 百姓过得艰难 不仅仅是因为朝廷赋税越来越重 那些流窜的马帮也是罪恶的根源 底层百姓深深痛楚 马帮每年都会征收福粮 也就相当于对底层百姓的二次赋税 马帮通常是那些活不下去的百姓 放下了锄头拿起了砍刀 占山为王之辈 这个朝代有各种各样活不下去的人 拿起刀抢劫比兢兢业业活下去容易 他想要过得好 想要发展 就必须自身强大起来 上到勋贵下至底层百姓 无非是衣食柱形四个字 大井没有什么娱乐活动 最大的娱乐莫过于逛窑子 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是在为衣食柱形奔波 衣着方面他不懂 流言也只是会歇针线女工 而食物 这十里八乡 食物本就匮乏 也难有突破口 但是李瞎人深谙这个世界上 百分之八十的财富 掌握在百分之二十的人手里这个道理 他触目可及的贫穷 不过是眼皮底下 一个皇朝总有勋贵百万千 最富有的一部分人 也就是那些勋贵 而勋贵的钱是最好挣的 想到这 李瞎人的眼睛渐渐亮了起来 古人好酒 李白斗酒师百天 大井的文人雅士 达官贵族也一样喜好美酒 昨天进城的时候 他就路过一家酒寺 闻过一些所谓的美酒 当时不觉得有什么 现在猛然想起来 那酒还真的有点问题 他闻到的酒 普遍没有什么香味 因为酿酒技术的落后 基本上是一些度数极低的酒 一般都是用粮食发酵酿造 就像现代的甜酒 喝不醉人 别人酿不出好酒 但是他可以 从小村子里就有个酿酒的大伯 耳濡目染之下 酿酒那一套设备 他已经滚瓜烂熟 他要酿出大井最好的美酒来 想到这 他决定去找一个人 原来是公子啊 不知公子过来何事 不瞒公子 我们家也快接不开锅了 没能力接济宁了 三哥误会了 我不是来借粮食 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欠公子的恩情 我一定会想办法还上 如果还不上 你就把我的命拿走 胡闹 我要你的命 干什么 你若真想报恩 我给你个机会 给我当成功 一天两文钱 如何 公子不仅治好了我儿的病 还要雇佣我当成功 您对我 对我们家都是天大的恩情啊 我就给公子当成功报恩 你是尼瓦将 会打烧砖 烧瓷的窑子布 来看看图纸 先生 这图跟我们现在打的摇 很不一样 这是我设计的 你就说能不能做出来 还有 做瓷的泥巴 你知道哪里有吧 还有 三哥 我还需要几个帮手 你觉得村子里水比较靠谱 麻烦你帮我找他们过来 就说一天一个铜钱 好嘞 公子您稍等 刘山是金水村土生土长的 对每个村民都无比熟悉 而且他办事效率很高 很快就找来四五个人 其中两个皮肤有黑的壮年 一个三十多岁的瘸子 还有两个妇人 有一个是他老婆 另一个是瘸子的老婆 五人站在小院前 李瞎人顿时皱起眉头 他这里是招工 但不是什么人都要的 尤其是起步阶段会非常艰难 每一分钱都得花在刀刃上 刘山仿佛知道他在想什么 当即开始介绍 公子 这是邻村的铁匠 顾瘸子 铁匠虽然腿脚不便 但是他有一膀子力气 而且会打铁烧瓷 他老婆更不用说 能顶个男人使唤 这两位是咱们村东透的 是两兄弟 干活踏实 还有我老婆 我做泥瓦匠的时候 他在旁边帮忙 速度会快很多 听了刘山的介绍 李瞎人的眉头这才舒展开来 看来刘山并没有坑他 找来的都是有技术之人 你们都愿意跟着我干 我听老刘说 公子给他的娃儿看好了病 便知道公子心性纯良 一天一文钱 一个月能拿三十文 我愿意跟着公子 那咋 我也不懂说咋 我给公子磕一个吧 我们两兄弟也是 实不相瞒 我们都快活不下去了 已经打算好 这个冬天加入马帮 可这接过眼上 刘哥找到了我们兄弟俩 以后兄弟俩就给您卖命了 好 来我这里做事 第一条就是无条件听从指令 不听从指令的立刻退货 随后李瞎人就开始安排工作内容 故铁将去建造打铁的炉子 而其他人则去清理后院 由于建造打铁熔炉 和各种相关材料都需要出钱去买 李瞎人那四百文钱很快就见了底 好在这时候张铁头回来了 公子 一共两贯一 两千一百文钱 张叔 辛苦了 这一趟没发生什么事情吧 没有 我都是按照公子吩咐 找了好几个买盐的农户 让他们把盐卖里那些小贩 小贩再把盐散出去 根本查不到我们的头上 那就行 张叔 辛苦了 以后兴许还需要你帮我在县府带货回来 要做好准备 愿为公子孝权马之劳 见过公子 村长 您这是 公子 您行行好 我想到您这里上宫 我有的是力气 吃啊公子 我看到孙大叔去山里帮你扛石头 我能扛一百斤的柴火 也能扛很多石头 我可以帮公子伐木 我看到张叔去伐木了 公子 我可以不吃午饭 也帮你扛石头 公子 村子里的人 您尽管是患 村长为村子操心几十年 去年冬天隔壁村子就出现饿死 冻死人的情况 他实在不愿金水村也出现这样的人祸 对于村子里的人 李瞎人顶着能帮则帮的态度 毕竟园主也曾受过村民的恩惠 村长 您先起来 大家伙 我这里暂时要不了这么多人 但是过不了多久 我就会在村里大量招工 到时候各位都可以来我这里上工 这次 我就再招收十个男丁 其他人先回去等等吧 招了人之后 李瞎人就开始同时建造盐棚和酒棚 经过七天的忙碌 盐棚和酒棚就已经建好 而李瞎人也准备了酒宴犒劳大家 这些天多谢诸位乡亲们尽心竭力 稍后我妻子会将酬劳结算给你们 我也特地备好了几坛美酒 诸位尝尝 看有什么不同 喵 这酒真好喝 就是有点上头 公子 您是怎么做到的 外面酒肆里的酒 跟他比根本就是狗屎啊 这种酒我能做出来 但是要卖掉它 却需要一个董行的人来做 不知你们有没有什么推荐 前些天在县府 路过奴行的时候 我看到有个人面书 现在公子一说到酒 我才想起来 那闺女是一家大酒肆掌柜的女儿 那酒肆得罪了权贵 被抄家斩首 不少人沦为奴隶 在奴行里面出售 公子想找董行的人 兴许可以把他买回来 事不宜迟 稍待片刻就准备进城 张叔和小六与我同去 其他人尽快把砖摇和刺摇挖好 前几天孙家九四的闺女 不知道还在不在 在的在的 那个赔钱货 根本就卖不出去 三位贵客请随我来 孙北英 有客人来买你了 求求先生 就北英脱离苦海 求求先生 我我什么都会 狮子各父 五伤算朱 我什么都会 公子 这可是个大家闺秀 他卖不出去 最低价多少 除了我 没有人敢买他 回去为奴 放在这死了 你还张会气 其实李佳人早就打听过 孙家得罪的是县府的县卫大人 一线父母官之下 最大的那位武官 哪个土豪乡身 敢跟县卫过去 二两银子 张叔 交钱 把人带走 出了奴行 瞎人顿时觉得神清气爽 而孙北英则 怯生生的跟在身后 满心欢喜 看着这个主人不像有钱 但一出手就是二两银子 跟他所认知的农人 又有很大不同 跟了新东家 他暗自发誓 一定要好好表现 因为他再也不想 回到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李佳人好不容易 进了一趟县府 买了一辆板车 50斤大米 100斤粗粮 以及许多张铁头 认为用不到的东西 这其中就包括笔墨 还有铁矿石 油彩颜料等等 三人一起推着板车 争取赶在天黑前回村 两位今天辛苦了 这点米拿回家 让孩子吃个饱饭 公子 这可是不得 我们拿了工钱的 拿着东西赶快滚 我这是给孩子的 去吧 孙北英健壮心中动容 他见过许多地主乡身 对待长工从来都是棍棒毒打的 可李佳人似乎跟别人不太一样 当家的 这位是 留言 这是我从奴行买回来的 我只是想让他帮忙销售我们家的酒 当家的 你怎么了 不碍事的 男人三妻四妾都很正常 我要是嫉妒你那妾 别人会骂我小妻的 更何况 你只是买了个女奴 难道你觉得 我连这点度量都没有 小鹰姑娘 来 我烧水给你洗洗 小鹰为奴 不敢劳烦夫人尊驾 公子和夫人收留小鹰 小鹰感激不尽 在我们家没有这么多规矩 你也不许行跪拜之礼 这一双膝盖 跪天跪地跪父母 其他人没资格受你一跪 让夫人给你收拾收拾 晚些我有事找你 小鹰 起来吧 公子他为人很随和 平时一点都不凶的 这里以后 就是你的家 嗯 此时的瞎人坐在实验室里陷入了沉思 前世的明酒有很多 某台的价格就非常离谱 而三锅头又十分亲民 完全是因为二者适应的是不同群体 但是有一款酒 却是逆袭出圈的 那就是某小白 这款酒活起来 完全是因为他瓶子上的文案 大井中文轻武 读了二十几年书的 他不说满腹经纶 但先辈们留下的诗词 还是能轻松背诵 那些可是华夏五千年 留下来的文化瑰宝 不比这朝代满腹牢骚的文人 写出来的粗笔之语强 他的酒 要是配上文案 那绝对是大井独一份 同时佳人已经找遍了县府市场 才找到几个小陶瓷瓶 他用铁匠带来的小刻刀 一点点的在陶瓷瓶上刻字 打算先做一批样板出来 试着销售看看 当家的 你看 还是个漂亮的小娘子呢 小鹰多谢公子 若不是公子 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好 来尝尝这个 公子这是 如何酿出来的 这酒 绝不比送进皇宫的玉酒差 你又没喝过玉酒 怎么知道 它比玉酒好 我们家以前是做酒四的 最是清除大井的酿酒水平 绝对达不到公子这酒的层次 那你可有把握 将我这酒卖出去 单单是卖出去 公子说笑了 这酒不仅仅能卖出去 还能供不应求 第一 风水县府乡身 官家 还有青楼酒寺 都是顾客 这些是主要售卖人群 第二 风水县府 有一个封地老将军 是酒如命 这酒若是让他尝第一口 落下平雨 就等同于打上印记 整个风水县的人 都会争相采购 公子这酒能量产 他叫什么酒呀 马上就能量产 他叫做 石里香 石里香 好奇怪的名字 公子 若此酒能量产 小鹰定能替公子成就一番大业 甚至成为天下第一酒色 陷害你们家的人 是竞争对手吧 你想报仇 我不拦你 但报仇的时机不是现在 鹰家既然能翻倒你们孙家 就有与孙家对等的实力 想对付他 就得占到他那个高度 甚至比他更高 你可明白 小鹰明白 在没有足够实力之前 绝对不给公子添麻烦 好 我想你已经有出售这酒的计划 你需要多少的量 我今晚赶制出来 先生桌上的瓶子 只需三瓶 我便能打开市场 若是有更多 我能为先生赚更多银子回来 孙北印已经打算好 第一瓶送于那位战场退役的薰贵 让他开尊口 第二瓶 第三瓶 拿出来销售 价高者得 其实这方法有点类似于现代的拍卖 但这个朝代还没形成正式的拍卖 往往是谁有实力 抢来便是 剑女孙北印 素文金老将军好美酒 家中有佳酿珍藏数年 特来请金老将军品鉴依二 孙北印 救死孙家救死了个前金鬼运 那还是前金鬼运啊 没听他自称简女嘛 他遭一时怒计 就是个怒力 怒力还好打的勾弹 竟敢逃扰金老将军 剑奴 这是标棋将军府 还不速速滚开 给大人请安 我家先生酿了好酒 恰好有雅兴做了一首词 若将军听了 必定心生欢喜 你家公子倒是有心 酒何此拿来 我且帮你成于将军案前 至于将军喝不喝你的酒 那便听天由命吧 耶 这不是孙家大兄姐吗 真乱 一个战奴 还敢酒揉进将军 你不怕被将军一头看了 赵前三 家里也是开酒室的 此前还是孙家的竞争对手之一 现今孙家落难 赵前三八步的落井下石 狠狠踩上几脚 掌柜的 这剑人已经把酒送您去了 什么 剑奴 你正想蛊惑张军 张军和等人物 怎么可能喝你的麻尿 若是张军和了你的主 出了什么问题 你死个头也不够开的 来啊 把这个剑奴先打二十八掌 不知好歹的总是 住手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好一个 不破楼兰终不还 这是哪位大文豪的词 怎么从未听过 能写出这词之人 必定是九富盛名 一代大财啊 金将军现役之时 就在古辽国边境打仗 楼兰古城乃大井玉辽第一要塞 可这些年大井日渐国力衰弱 楼兰第一关也被大辽侵占了去 长达十年之久 老将军这一生都想要把父弟收回 割让土地 是大井之耻 更是他们这些为将者的奇耻大怒 心头之恨 读了李夏仁的词 他现在恨不得披甲上阵 杀得楼兰辽兵天翻地覆 将军 这是孙家女奴孙北英带来的酒 据奴行反馈 孙北英被一个乡下人买走 这酒应当就是那乡下人弄出来的 能写出这诗词 酒应当不会差 太香了 好好好 这酒叫十里香 果然是飘香十里 皇上御赐的御酒 都不及他百分之一啊 来人赏银百两 不 我要亲自去见见这位酿酒和写词的先生 小民赵前三 半战金将军 说文将军爱好美主 特地奉上三千咱尿 你不要这样 坏菜了 赵前三 你敢对将军的贵客动手 自即日起 你们赵家九四停业一个月 还不向将军赔礼 是 是 这名有罪 这名不死好胆 讨饶了将军 赵家九四愿意拿出一千两银子 贡献给前写作战的将士 你觉得金将军缺你这三瓜两枣 是 是 是贱民堂徒 为了前线将士 我也在卷奏三千流 贱奴贱将军 那位 写词 酿酒的先生呢 回禀将军 我家公子上在十里外金水村 路途遥远 加之 他刚刚酿出这美酒 就让我先一步送来给将军品尝 只待公子酿出更多美酒 定会亲自携美酒前来拜访您 这酒不错 可还有 有是有的 只是数量方面现在不多 但只要公子酿造出来 奴婢一定第一时间送到将军府上 如果能酿造很多 你们可以卖出去 毕竟这么好的酒 得让我大惊百姓也尝尝 如果量少 我府里全收 清风 你接待一下这位孙家小姐 有什么需要 尽可能满足 如果时间方便 我想见酿酒的李先生一面 这九个瓶子怎么没客资 公子劳累过度 又急着第一时间送来给将军先尝 因此没有客资 酒是精华 瓷是内涵 两者 缺一不可 多谢管家大人提点 嗯 孙家大小姐 将军说了 赏银百两 你这十瓶酒 就值这百两 日后定价 就要上心了 当家的 小英这丫头不错 要容貌有容貌 要身段有身段 而且知书达理上过学堂 比我要强许多呢 以后当家的生意越做越大 我这点珠算水平太过勉强 当家要是将小英收了 那他就是咱们自己人 财政大权 就可以教他打理了 收了他 对你有什么好处 当家的 你要让人说我小家子气吗 再说了 能纳妾是你的本事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别人想纳妾 她还得有本事养着 哼 不说了 三哥 我就说这饼羊子肯定罚大了 连西服都屈上了呢 听说屈的还是那个漂亮的小鬼女 可嫩着呢 而且还卖了个女怒 香哪其人之妇 也不怕神体吃不消 张二麻子 你可真行 惦记别人老婆 等一下老子爽完了 再换你 那是那是 应该的 不过这次还得感谢 找老板的消息 我们隔两个 才能有这 法家致富的机会 抢了那两个女人 到底是要孝敬 赵老板一个的 得告诉公子 骂了个把子的 优人 别喊 出声弄思逆 萧娘子 听说你家相公发大了 纵得解击解击 详情们是不是 印字 放在那 捂着嘴 说个鸟球 别跟他废话 你进去 把里面纳纳的做了 你得留下 咱们一人一个 他奶奶可推的 啥人就叫老子干 老子欠你的 我与阁下 无冤无仇 阁下为何 要伤我性命 有人要买你的命 你赏个脸 把头伸过来受死 把刀扔了 快 我扔 你若求财 我可以给你钱 但你别伤他性命 当家的 公子 你特么敢得罪 青牛山马帮 你就等死吧 当家的 你没事吧 公子有没有受伤 我看看 流血了 快快止血 包起来 你们两个没事 才是最好 我去找根绳子 把这人绑起来 夫人恕罪 我刚刚情急之下 碰了公子 我保证 再也没有下次 不碍事的 当家的开明 何况你也是关心他 不过 小鹰妹妹 你对咱们当家的 有没有那种意思 要不我给你撮合撮合 夫人 小鹰不敢僭越 小鹰只是奴 主人永远都是主人 公子为何绑了这泼皮 李下人把昨天张二马子和马匪 来杀人越货的事情一说 众人方才恍然大悟 紧接着 几个大男人露出愤怒的神情 张二马子这个混蛋 肯定是惦记夫人长得好看 公子 把他送到官府去 这年头杀人可是重罪 他这辈子都休想再出来 别乱来 你没听说吗 张二马子跟马帮混在一起 要是得罪了马帮 公子家 咱们村还活不活了 几人听到马帮 脸色纷纷大变 马帮每年都会下村收取年度碎粮 哪个村子若是凑不起 就得拿女人来凑 甚至小女孩也要被掳走 一旦反抗 轻则灭门 重则整个村子都要血流成河 去年隔壁村子凑不起碎粮 有个猎户反抗 射了马帮一箭 马帮顿时把整个村子进半人口屠杀 鲜血染红了墙壁 星期久久不曾散去 取赏银 其他的事情我会处理 在几人将张二麻子送往官府后 李下人蹲在草棚子前陷入了沉思 以马帮牙字必报的脾性 昨日那边三必定不会善罢甘休 到时马帮卷土杀来 自己将毫无反击之力 就算人能逃进山里 这弱大家业可怎么办 说到底 还得是有守护家业的力量 大井不允许私募兵员 但是招收护卫却是可以的 只是有数量限制 一般土豪相身 招收的护卫不得超过十个 湘府的府兵不得超过百人 县府的府兵则不得超三千 他可以招十个护卫 但是在几百人的马帮面前 十人还不够塞牙缝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战斗力 武器 武器是提高战斗力最快的方式 想到这 李下人眼前一亮 立刻就奔后院的冶炼熔炉而去 脚民见过镖旗将军 不必多礼 李先生 我这几日都在想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终不还 能写出这样豪迈的词 该是个怎样的人 今日一见 果然人如其名 只是令我白思不得其解的事 这词 好像缺点什么 不完整 这词共七首 将军听到的 不过其中半首 这一首的前半句 乃是青海长云暗雪山 孤城遥望玉门关 风火成熙白尺楼 黄昏独上海风秋 更吹枪笛观山岳 无纳金归万里愁 观成余夜早书黄 日暮云沙古战场 表请回军 眼尘古 莫叫兵士枯龙荒 好好 身在军中 异常私归 好男儿马阁果师 死也要回归国土 好 真是好词啊 这词又怎是 人间之人能做出来的 此间在金将军眼里 仿佛李瞎人 才是那个正经百战 对边疆戍边将士 无比了解 体恤得一名仁义大将 要不然 怎么会知晓边疆之苦 要不然 又怎写得出 莫叫兵士枯龙荒 这种绝唱 先生大意 将军 小民前夕十日 酿出了十里香的新产品 还请将军为 小民品一品 这酒如何 好酒 好酒 李先生 你这酒是如何酿造的 实在是先酿啊 倘若我 倘若我树边将士 牛喝到一口这样的酒 恐怕就不会冻死那么多人了 我都在这吹半天了 这小子 咋不上道 麻的 为了没酒 老脸算什么 李先生这酒 怕是酿造的难度很大 就是不知道酿造这一瓶 需要多酒 只三天就可酿三斤 这么多 李先生这酒 都云给金某人如何 金将军也知 此酒酿至不易 困难颇多 这一来 小民倾贫之身 得靠些产业 安身立命 但是这官方 对于置业又卡得极眼 本想开个言号 却是走投无路啊 其二 金水乡 据此县城路途遥远 沿途多马帮流匪 小民又不得 私募兵员 护卫美酒 也是一大难事 好家伙 在这等着老夫呢 可我若是不答应 恐怕以后有没有美酒喝 就难说了 你想要从盐商 制言犯言 朝廷的确卡得非常严 想要获得资格 还是很有难度的 这件事 我且帮你记下 运作是需要时间的 当下最紧要的是 对抗马帮流匪 若不然 十里香就是酿造出来 也运不到县府 我且借你两个老兵 负责护送十里香 另外 我准你组建一支 百人护卫队 可携兵刃 看不得富甲 小民拜谢将军相助 日后小民 必定勤家酿酒 送往将军府 聊表心意 随后的日子 李下人先是用 跟金将军借来的 两千两银子开了酒楼 然后又让两位老兵 负责招收护卫队 一切工作都在 有条不紊的推进着 赵兄这禁止门市一个月 怕是无缘祭酒投牌了 是啊 可惜可惜 往年我们几家斗得好不快活 金儿个确实失了乐趣 看主委可别高兴得太早 司理想的是 你们不是不知道 现在各大青龙 族家 甚至县福都在眼巴巴 等着司理想上市场呢 你们以为 李下人不会枪头拍马 金将军给了那么高的评价 李龙会不采纳一二 路实虚俗 还不一定呢 赵兄 你们家迟早要开市的 有什么方法 就别藏着掖着了吧 方法有散 其言 截断他们族事的 运输汪来道路 让他们无酒可用 其二 司会召开在职 主委请四大才子出洞 轮返去离老府城 争夺抽牌 其散 司理想开售的时候 主委一起把市场价格降结 打价格在 就算司理想出产 但那些村民收礼 没有那么多钱 自然不会购买 而我们就算账办诈 也有利可图 只要把司理想击垮 一切就好办了 方法我已经说了 具体事实在于主委 反正我是不争出派 王后可能也要退出四大族事 买上金母两钱 够劳欢声了 嗯 误 李兆镇样式打 就是讲假了 所有晃旧 除亮旧 每旧军事板架小手 真的假的 搬家销售 那我得买些清酒 清酒搬家可了不得啊 当然是真的 你看九四门口都排满队屋了呢 将军 四大九四不仅是降价销售 还请了江南道四大才子过来 估计是抢夺祭酒头牌 今日一早 赵家一名护卫 急奔青牛山 估计是请马匪出山 四大九四 这是在针对李先生啊 降价是为了牢牢抢占市场 能出十两银子购买十里香的 毕竟是少数 绝大多数人看着那个价格 会退而求其次 选择便宜的清酒 毕竟酒不是衣服粮食 不喝也可 四大才子抢头牌 更是杜绝了李公子在开余节打响名号的可能 也断绝了十里香进入郡府的渠道 至于马匪 呵呵 派一匹快马 去把那人解决掉 快来看了 快来看了 是李祥搞假 会收各种酒了 晃酒粗量各加二千 请酒加十千哪 只需抛抛腿 你酒能挣钱 你不生颤酒 你只是酒的板允公 板允还挣大千了 公子 今日一共兑换青酒 632斤 共计322两320钱 黄酒和粗两酒 共计1360斤 共计36两720钱 公子 恕小鹰愚笨 小鹰实在是想不出 您收这么多酒 异欲何为 就算是运回去 酿造十里香 也用不着这么多啊 四大九四不是打价格战吗 我就低价买入他们的库存 不出三天 他们就会反应过来 到那时候会疯狂调高价格 可惜到那时咱们低价 进货已经差不多了 他们的库存也所剩无几 这时候 再放出十里香 就能一举击溃他们 看着吧 我要让四大九四五酒可用 我要让这风水线 能喝得起酒的人 喝了我的酒 再喝黄酒 就像喝马尿一样 难以下咽 明日继续加大力度 回收 赵老板 你不是说这里价人 很容易对付吗 我等打下了价格 可那姓李的完全不按 厂里出牌啊 可不是 我们正家九四三分之一 库存都卖出去了 这姓李的买那么多酒 到底要干嘛 首先要搞清楚 姓李的买酒目的何为 清酒也就罢了 黄酒时间一长 可是会搜的 他既然做这一行买卖 就不可能不知道 如今直接 只能是继续开售 我就不是 他一个人可以扯得下 我们四家的库存 他说那么多黄酒 情酒 此早会砸在手里 如若他想要提价销售 我们就比他出价更紧 让他一瓶酒都卖不出去 我派去青牛三的下人 自己还没有消息 这事情 有点不太对阵 还希望主委 尽快从陈老那里有所见数 差不多了 脚音带上那块匾 咱们去找一个人 公子找谁 当代大辱 陈铃声 你立刻送往四周 成王崇德大将军案前 是 卑至领命 将军 那位李先生 还在继续高价回收粗酒 今日一早 探子见他带着一块空扁 往城东陈老那边去了 陈老 一带民辱啊 李先生这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方才见将军拆遣赤后 是不是 属下该去准备收拢 各方势力了吧 不不 实际未到 实际未到 查实了 这个李先生埋竹 是为了在此基础上酿制出私礼香 也就是说他的竹 是以咱们的酒为原料进行二次酿制 四大才子那边也在了 剧传辞职写出了魏田地立贤 等四句绝唱 在场的文人才子结魏子探访 没有一个能答的 陈老到访 小生未能迎接 还请恕罪 讨扰李老弟 是陈某人不识去了 李老弟 这是我孙女陈晓晓 晓晓 还不跟李老弟见李 晓晓 见过李公子 陈老弟昨日知风采 震慑了整个江南道数千文人学子 现今那四句已经被学子传遍大江南北 相信很快就会流传到死周 进而整个大井的学子 都敬奉其为毕生奋斗之目标 惭愧啊惭愧 老朽这一生苦读先贤古籍 苦思一生的读书异议 却不料被李老弟四句点透 感觉以往所读的书 都像是白纸一般索然无味啊 爷爷 你说他横梁四句是他 是他写的 昨日横梁四句已经传遍县城州府 陈晓晓虽是女子 但因为陈铃声的关系 也有学可上 有书可读 他自是明白 那四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所有学子文人如生 轻其一生的追求啊 没想到这盛名之言 竟然是出自一个同辈的人口中 还是被他鄙夷 看不起的存在 心面至此 陈晓晓的脸色刷得红了起来 满是羞愧 陈老言重了 小声不过是 把心中所想说出来而已 李老弟昨日可是要老朽提字 能给老弟提字 是老朽的荣幸 不知 现在还需要否 石李香 是飘香石李的意思吗 算是吧 陈老此行是特地给李佳人写字的 尽管他自己认为是李佳人 点透了他人生读书的真意 但李佳人还是特别感激他次子 临行之时 还让人送了两瓶石李香带回 通过这段时间在县城的忙碌 佳人的石李香九四业务 基本已经走上正轨 他决定先回村一趟 佳人先是与老兵赵凯 张铁头和一个伙计 四人在县城购买了一架织布机之后 赶回京水村 佳人这狗鸡足了 没想到孙北银这个贱人竟然留了下来 现金石李香的名头太大 就算孙甲九四冲开也大概压不过石李香 必须弄死他们 且通知我牛三的麻包 让他们再送麻狗坐等那个男的 告诉他们坐干净点 再像上次那样 请牛三的麻包就要换性了 是 张贵的 另外 再给我买一瓶丝李香回来 我倒要看看什么组 能让人这般疯狂 先生 这地方不对劲 撤 寄板车 逃 麻了个八字的 赶杀老子的人 老子弄死你 多谢先生救命之恩 你刚也救了我 咱俩扯平了 这不一样 我护先生是职责所在 先生救我 乃大业 对了先生 你刚刚用的弩 似乎跟大井配备的弓弩很不一样 威力要强数倍之多啊 这是我自己研制的 你有办法让这个人开口吧 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明白 回到村子的下人没有休息 而是召集全部工人开会 他先是把工钱 从一天一个铜板涨到两个铜板 然后对酒厂和盐厂的工作 进行了安排 接着又宣布大量招工 准备开制衣厂 最后就是要解决 他最为头疼的问题 山匪 得到甲钉之福的 他准备马上组建护卫队 村长 这是 你也太早了吧 我早操都还没做 昨晚商量好的 一百人 不多不少 村子里的正常劳力都在这 每家每户少的一人 多的三四人 还有我女儿上了几年私塾 能写字算术 公子你看看能否用得上 李哥哥 李哥哥 我来帮忙 我也想挣钱 低总说女儿是赔钱货 我要挣钱给他看 女子也不是赔钱货 女子也能用家 就像是留言嫂子一样 诗情读过私塾甚好 可以做我的秘书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有事秘书干对吧 那诗情能跟着公子 是他的福气 公子不要把他当女子 全当男子使活即可 公子我离去的 我不要钱 只要吃饱饭 公子 我干活能顶两个男人 我知道 你们来我这里干活 是为了吃上饱饭 为了挣钱 我可以给大家这个机会 但在这里也有我的规矩 第一 来上宫 不许出现打架 欺压 仗势欺人 勾心斗脚等现象 第二 做任何事情 必须注意安全第一 刘山 你和梁诗情两人协助 把这把人分好班组 十人为一班组 选出一个小组长领导 以后招收的人 也要以这种建制执行管理 公子 公子大喜事 你给我滚犊子 公子定价十两一瓶的十里香 第一天就供不应求 五百瓶酒 当天早上被抢购一空 公子你是不知道 咱家店铺面前人山人海的盛况 公子 北银小姐问如今市场供不应求 后续该如何销售 每日确定十里香五百瓶 闯天涯三瓶即可 另外 让他可以进一步摸索市场 把酒售到十里八香的香腹去 农民没有钱 但那些地主老财钱多着呢 是是是 对了公子 这次周护卫还带回来了十几个老兵 您去看看吧 这你不早说 他们可比白银值钱多了 这就是我们公子 金将军亲脸 让我和赵老哥保护他 并且亲自下甲丁之福 合法组建护卫队 公子是个很善良 很讲义气的人 大家以后多接触就会知道 他真的很与众不同 我听说给公子做事 有公欠 我家在隔壁的龙湾村 每天来这里都要走两个时辰 是不是不太方便 我知道你们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你们往那边看 那边六个班族 还有上面砖摇 后山一百五十多人 在我手下干活 我每天给他们两个铜板 从未缺少 但你们不一样 你们是金将军曾经的兵 是宁康军的英雄 你们只要按照我的要求做好 遵守我的规定 完成下达的任务 我给你们开一天五文钱的工资 完成任务之后 还有别的奖励 至于你们说的家属 住宿问题 看到了吧 那边正在建造青砖的工厂 以后这下面的地 我都会买下来 用来打造砖瓦房 当做你们的宿舍 给你们居住 当我的第一只护卫 还是当我手下的工人 任由你们选择 但有一点 当我的护卫 是有可能见血杀人的 我挺对张的 也挺工资的 兄弟们 咱们宁康军没有脑中 就是 我们要留在护卫队 护卫里工资安全 除非宁康军大光了 否则 绝不让外人 踏入金水湾去斑布 清风啊 你说我这后院 种的一茶韭菜 太长时间没打理 是把杂草清理了 还是把地重新翻了好 老奴觉得 这得看陛下的意思 那陛下会如何选呢 时局啊 时局 急造英雄 杀起人来也绝不含糊 李先生在金水村做些什么 回将军 做一些 李先生所说的 格物 先是酿酒 似乎暗中还卖些丝眼 后面又搞了砖窑 瓷窑 野炼房 最近似乎在建设一些青砖瓦房 哦 将军 李先生造出了一顶刀 据说削铁如泥 现在存世的战刀在他面前如切菜一般 什么 怎会有此好东西 对了 青牛山上的刘匪呢 青牛山二当家差点死在金水村 这是那群匪人验不下去 最近正组织着要打劫李先生的商队 估摸着得到了消息 忌惮将军府 还没有对金水村出手 不过应该也快了 将军我们要不要帮一把李先生 不用 这小子要了我的假钉之符 我倒是想看看他能发展到什么阶段 八十 八十 公子他 敬意未睡 我原以为公子只是起司妙想多些 没想到在链铁这一道上 竟然也有如此深的遭音 改造这高炉 亲自打了这饼看成完美的长刀 这手艺足够让我等下岗了啊 公子何许人也 那是天上的身 下来教化众生的 那到我早上见过 像铁矿石跟卡尼爸一样 可锋利着呢 我不是军武中人 赵凯 你来一次 我的军锤 这刀送你了 以后生产的刀 都按照这黑刀的标准来打造 西山较长 数百人稀稀拉拉的站着 除了几个宁康军旧部站的笔直 气势颇足之外 其他的都是农人 赵凯站在高台之上 颇为头疼 以往宁康军的新兵 都是从各个地方的团练之中抽取的 已经经过基础训练 像这种民兵 上了战场就是纯粹的炮灰 想要训练成一位合格的战士 至少需要半年甚至更久 但是李瞎人等不了那么久 新流山的刘斐更不会等那么久 公子 今日前来报名参加护卫队的 一共468人 其中初步挑选合格的有354人 都在此处 那诸位 护卫队的工资高不高 高 我们愿意借护卫队为公子效忠 为公子效忠 我不是需要你们效忠 我要你们知道的是 以后金水湾会招收越来越多的工人 这其中有你们的妻子 女儿 孩子 亲人 你们保护的不仅仅是我 不仅仅是金水湾 还有你们自己的亲人 为了能让他们吃饱 穿暖 安全 快乐 所以我们护卫队成员 需要拿我们的命 拿我们的血肉 去替他们抵挡 所有伤害 拿命去守护亲人 一个月训练期限 一个月之后开始考核 不通过的就逐出护卫队 赵凯以班组为单位 进山训练 全体都有 立正 向右转 敬礼 所有人 负重三十斤沙袋 五公里 越野 即刻出发 一二一 一二一 村长 那是什么人 乖乖 还骑着妈来 会不会是妈妃 坏了 这年头 除了马匪来收税 粮会骑马来掠夺 还有谁会骑马来 金水村 这鸟不拉屎的贫瘠之地 看 快敲楼 让老少傅如都藏起来 爷们也快回家 将军 为何这些村民 反应会这么大 估计是把咱们 当成了马匪 因为只有马匪 收税粮的时候 才会骑着马匹进村 他们也见不到 朝廷的人骑马 所以把咱们 都当成了匪 金正元脸色阴沉 在他的封地之中 竟然养着三股 屠戮百姓的马匪 而且日渐壮大 这不仅仅是县令 朝廷的失职 更是他封地将军的悲哀 他不是没有搅过这群匪 相反 他集结过护卫 调动辅兵剿匪多次 结果要么是跑空 要么就是久攻不下 堂堂将军却在剿匪一事受挫 让他感觉自己是不是老了 当然辅兵都是一些老野兵 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如今他的子民 被马匪吓成惊弓之鸟 他心里悲哀 红石他心中更是下定决心 这匪一定要绞 而且要斩草出根 好刀 二月 来试试 金振远盯着黑刀 张了张口 到底没有说什么话 只是心情早已澎湃 翻天覆地 他心想 若战场有这刀 他又何须十万宁康军楼兰关一战打得只剩万语 十之存一 好刀 这刀是你打的 不 不是 这是我们公子打的 这刀能否卖我 这得看公子的意思 来找你 无非两件事 第一 你拿黑刀卖我一些 我有大用处 第二 青牛山的马匪今早出了寨子 人数不少 你需不需要帮忙 李下人心中一领 先前与金将军交好 金将军给他的感觉都是非常好相处的 直到金将军开口要黑刀那一刻 他瞬间明白 就算两人交情再好 对方也是大景皇朝的勋贵 自己不过一介白衣 莫说向他讨要黑刀 就算直接上手抢 他也是无计可施 李下人很不喜欢这种被撤肘的感觉 心想自己是不是也该混个一官半职 或者是弄个勋贵的名粉 不过那对于日前的他来说 简直就是天方夜谈 金将军自我假定之府 又在县城帮我多次 我心中无比感激 只是这黑刀锻造非常不易 这数日不过锻造了三柄 若是您想要 我立刻让人取来 不过要想大量装备 还得多等上些十日 这样 你需要多少人 有什么困难 尽管提出 原料 打造黑刀所需 铁矿石甚多 我们需要从县城购买铁矿石原料 只不过每次能购买的量都不多 如果金将军能允许 我开采探查到的铁矿 你小子想都别想 采矿需要朝廷的输令 而且在本将军封地 采矿大量打造兵器 你觉得朝廷会放任本将军 不过在原料方面 我倒是可比给你放宽 让你的人每日购买三百斤矿石原料 还是可比做到的 黑刀一旦打造出来 我便遣人送往将军府 李先生爽快 本将军也不会白白要先生的刀 到时定价几何 再谈 当前还有一事 青牛山的马匪 先生不得不提防一二 需要帮忙的话 我便调派一只甲卫过来 在金振远看来 李下人就算得了甲钉之符 召集了护卫队 也不可能挡得住马匪 护卫队都是些农人 农人见到马匪大多下的下跪 怎么敢拿起武器反抗 而李下人此刻还不能死 他得替宁康军打造黑刀 不用 区区马匪 不足为虑 江南到藤王阁 有一场江南学子举办的藤王阁师会 影响甚大 李公子若有空 可以去看看 师会由郡守之女发起 先生若是做师入了郡守之女的眼 兴许什么眼影 矿藏首令 会好拿许多 那本将军就等着先生的黑刀了 让二月留下来保护先生 先生莫要推辞 二月好景 只要每天给他一瓶十里香即可 吃个梅 让我媳妇给你做点东西吃 不用 你会功夫 会 能飞来飞去的那种 对 能教我吗 不能 好吧 公子 陈老松来一放心 瞎人老弟见好 开余觉师会一见 已有月许 老朽时常还想起老弟所说的为何而读书 衡量思惧 陛下已亲自加入圣学 老弟之人还未知思州 所传教思想却已遍布神州大地 时乃我被读书人知楷模 而今江南到藤王阁又行师会 老朽想来老弟是感兴趣的 特来邀请共府师会 期待老弟在唱家作 事情 默默 给陈老回信 你别说 站得高还真感觉不同 公子 我们遭遇了麻匪 兄弟们有没有受伤的 没有 麻匪没有动我们这些人 只是打劫了一些东西和银子 大米抢走两袋 青角 黄角 共计三十平 以及十两银子 麻匪说 这是每次通行需要缴纳的通行费 如果麻匪要的不多 就先给他们 过段时间 护卫队出山 有他们好看的 行了小六 你们去休整一下 运输队由原来一天一运 改成三天一运 减少运输次数 加大运输量 李佳人神色凝重 护卫队战力还没形成 这些麻匪现在只是试探 谁知道他们会不会突然冲杀进来 他不能拿大伙的性命开玩笑 事情主持生产工作 需要用到财务的就去寻夫人 二月我们进山 贝三 不就是一群蠢人吗 借到咱们 这群蠢人下跪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敢反抗 要我说 直接下去弄死他们得了 伤安勿躁 上次受马到截杀 咱们可是死了八个兄弟 这次带来百余人 可不能舍 二哥 那是啥 咱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来 看着木屋至少能容纳上百人 哪些设施怎从未见过 快看 有人出来了 这是要干啥 这不下四百人啊 他们在干嘛 警师 这是咋回事 他们该不会发现咱们了吧 没道理啊 李瞎人还在里面 秦贼先秦王 咱们下去把他弄来 黑刀用的可习惯 好用 你是什么时候 发现有人跟踪我们的 有多少人 西山村里 百余 你不怕死 有你二月在 几个马匪算什么 这也是检验护卫队的机会 就看他们能不能交一份 让我满意的答卷 你有办法在马匪不发现的情况下 带我出谷吗 你还是怕死的 我只是想亲眼看到护卫队和马匪撞上 是个什么场景 另外把你带去 也好保证他们的安全 毕竟受伤可以 死人就不痛快了 他们也是农人 有父母小孩的 一只穿云剑 千军温马来相见 等死吧你 你别走啊 买棺材吧你 就是你扔的炮炸 他们还不错吧 李下人一直观察着护卫队的整个行动 这么短时间 能训练成这个效果他已经很满意 烂了 报告总教官 此战护卫队共伤32人 重伤4人 死亡3人 共奸马匪76人 服录37人 你还有你训练时是不是说过教官算什么 你的训练成绩分分钟秒杀教官 是你们年轻体能更好 有冲劲 但是在刚刚我看到冲在最前面拿黑刀替你们挡刀子的人是教官 而不是你们这群软蛋 你还有你们几个刚刚叫的很大声很威风吗 我现在告诉你战斗不是靠吼杀人也不是比谁喊的大声 还有人把刀都弄丢了的 我想问问你们靠什么保护金水弯靠什么保护妻儿孩子 我早说过你们不是给我卖命 你们手里的刀就是保护你们妻儿的盾 是守护他们的屏障 若不信 过几日纺织厂酿酒厂开起来 十里八乡的人都会来这里上宫 你们猜猜有没有你们的老婆亲人 幸好这打的不是我 要不然下半辈子就飞了 天亮之后把这些人全部送到县府领赏钱 护卫队如有人要退出 可以安排到施工队那边 牺牲的成员每人家里十两银子 招录他们的家人来上宫 此时的护卫队成员们一个个神情名重 心中大为震惊 有些则是震惊于方才公子出手的狠辣无声 有些则是想着战死能有十两银子 那可是十两能买好几亩地 让家人脱离殿农好好种田一辈子 有几个家里着实困难的 已经在盘算下次是不是该冲在前面 毕竟让家里多拿十两银子 也比多交一份赋税要好许多 公子当真是大好人啊 战死还能有抚恤 要是其他的地主老爷 呵呵 死了喂狗 反正我不走 死也要堂堂正正地战死 我也不走 吐 这无人 李下人就这样在树下吐了起来 想起那些断臂 想起那鲜血淋漓 想起那一地的死尸 他为李不断翻滚 强烈不适 直吐黄水 他也是第一次经历那种场面啊 他跟那些新兵一样 死亡来临前的那一刻也怕 也会强烈恐惧 但是他不能表现出来 他是这群人的精神支柱 倘若连他怕了 这些人就更没道理去拼命 你武功有多高 这么高 那是多高 你教我武功可好 不好 你能飞吗 飞一个我看看 这叫沙盘 那些新兵没事吧 留意有没有出现异常行为 或者胡言乱语的人 他们第一次见到那种场面 很可能出现战后创伤应急综合症 沙盘 创伤 什么症 你注意异常的人即可 另外我有两件事交于你去做 第一 我要这封水线 乃至郡的地图 地图越大越好 越多越好 第二 你要从这批新兵之中 挑选出善于探路 善于伪装 适合斥后的人选 负责打探消息 以及鲸鱼射击的 鲸鱼投掷的 形成各种火力兵种 再者就是小组组长 在每个组中轮流任命 挑选出有领导能力的 考虑以后晋升班长 排长 这两件事都要快 青牛山的马匪 应该很快就会反应过来 我们需要尽快在必经之路上布防 是 事情 这水涨了不少 水比往年涨得要高 风水河是长江支流中的细流 这何能涨水到这个程度 长江那边怕是又要洪灾泛滥了 灾年 不知又要死多少人 长江以往闹灾 会有多少人受灾 朝廷会如何处置 长江流域一直都是粮食产地 复数地区 我们风水县以北 还有临江县等数个郡县 以及江南道 郡县等等 以往闹灾 少则数万 多则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 朝廷一般会颁布镇灾粮 但是发放到灾民手里 它是没有多少可以吃的 所以往往每次闹灾 饿死 病死 冻死的人会很多 李佳人眉头紧锁 大井的朝廷立志如何他还不清楚 但万一长江流域闹灾 灾民们肯定第一时间涌向风水县 和隔壁的江南道诸葛郡县 灾民若不安抚好 可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 事情让小六他们进城之后 首要任务是购买粮食 运回金水湾 其二 让施工队建设好工厂之后 迅速去建设储物仓库 要快要多建仓库 建仓自是要储粮 他要应对未来的灾民危机 若是有灾民闯到金水村 只要让他们吃饱 相信不会有人搞破坏 下官拜见金将军 将军进来可安好 史大人 呵呵 你觉得长平公主被劫 本将军会过得好 下国 下官求将军出手 解救长平公主 你府兵有多少人 青牛山的麻匪有多少人 你可清楚 回将军 府兵 府兵共计八百三十六人 青牛山原本麻匪有将近四百 今日一早 赵都尉送来一百余麻匪 估计还有三百出头 只是长江流域水灾泛滥 早在月许前就已经出现灾民迁徙的情况 如今到了风水县一带 青牛山和其余两股麻匪都招到了不少人 如今青牛山怕是有上千人 而且盘踞青牛山险地 上下山只有一条道路 可谓是铁桶江山 府兵 府兵根本毫无办法 这也是金正远头头的地 府兵加上将军府的私兵 总计也就一千三百人 府兵不说酒囊饭袋 但都是些没见过血的兵品子 根本没有战斗力可言 真正能打的不过是将军府那四百来个私兵 临近几个县府兵都用来镇压灾民了 根本就没有其余兵力可调用 要么就是从江南道调兵 和此地距离江南道数日的路程 等调兵过来 公主早就凉了 但金正远深知 仅靠府兵和私兵 根本不可能把青牛山打下来 其一 他们此前也进行过数次剿斧 但要不是人去朝空 要不就是久攻不下 渐渐变成僵尸战 其二 如今公主在对方手中 情况危急 但是这一战他必须打 即使送死也得打 此战是打给陛下看的 武卿 你即刻集结府兵 立即出发前往青牛山 得令 沁风 把我的亲位都调出来 骑兵先行 步兵随后 迅速开拔 遵命 本将军到青牛山之时 若是你的府兵超过一个时辰还没到 你就自堪脑袋 长平公主 我又不认识这个所谓的公主 她被刘肥谤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娘子做的饭菜 比山里的大锅饭好吃多了 当家的 来这之前 我们家一年都不会吃一顿大米饭 我本以为日后就是喝粥吃野菜 难挨也就难挨些 两个人总能过得下去 我做梦都没想到 这辈子还能有吃上大米饭这一天 我托人去告诉了妈妈 她很高兴 我还烧去了些银两 当家的 银子是你辛苦撞回来的 我对不起你 接济娘家 本就是应该的 你不必介怀 我也不介意 等我空下来 就跟你一起看看我的这位丈母娘 当家的 你真的不介意 我觉得 你跟别人很不一样 你不守前人留下的规矩 让妇女上桌吃饭 你购买了奴隶 却悄悄给他们拖去奴集 你会酿美酒 会打铁 会制炎 还会改进织布机 还会练兵 当家的 我觉得这世界 就没有什么是你不会的 你比当今国师还厉害呢 国师厉不厉害 我不知道 我等下让你看一个 更厉害的东西 公子 长平公主 被青牛山的正方方炉 上了山 你看这山 若要你去打 该如何打 我前些十日在城里收到消息 正方方这股马匪 招收了将近六百个流民 如今青牛山上 怕是有上千人 想来昨日将军开拔 就是前去营救公主殿下 只是在这上山的洋场小道 只要设下关卡 居高临下 去再多人也只是当炮灰 所以卑职认为 应当启用斩首行动 寻几个青牛山附近的猎户 大部分精锐直接杀入 马匪大营 营救公主殿下 国有一种 比十里香更好的酒 你想不想喝 说吧 何事 斩首行动之时 保住长平公主的命 可你怎么办 我随军指挥 右部冲杀在前 不会有什么问题 这酒比甘船还香 以后我便喝这个了 你想得倒霉 只此一瓶 这酒能酿出来的不多 赵凯 斩首行动小组演习 立刻展开 但目标不是斩首 而是解救人质 速剧 将军 他们 这是做甚 这是什么训练方法 这是公子要求的训练方法 虽是奇特 但训练出来的士兵 的确个人能力很强大 个人再强 难不成还能强过一支 数万人的大军 将军 末将军的这些人始终是名 是拿锄头的农人 我等是军人 再弱也不会弱于他们 公子练出来的兵 真的很强 我说他们无用 一群废物 别以为拿起了刀就能杀人 他们见过血马 知道血剑在脸上有多热吗 既然将军的人不服 那不如跟我的人比一比 这些人里面 你随便挑选师哥 只要你比他们其中大半的人 先蹲到一千下 便算 我这练兵方式无用 如何 准 集合 紧急集合 立正 全体肃静 回禀公子 队伍集结完毕 此时的金正远心中惊叹 这一支军妖间军事配备机母 剑家 黑刀配备三分之一 以及匕首等武器 丝毫不亚于他的敬畏骑兵 说白了他的骑兵就是多了的马 而这支军却只是李下人训练了短短跃语 先生的练兵能力竟如此之强 想来对于治军有精士之才 朕远佩服 将军谬赞 成于不成 事故才知道 三 二 一 报告团长 我方队员提前完成任务 嗯 给将军丢人了 请将军责罚 你心里不服气 不就是深蹲 又不是上战场杀敌 到了那数十万人对冲的战场上 这有什么作用 再说了 他们训练了那么久 我不过是第一次 还请先生解惑 我从不否认朝廷军队的强大 那是国家机器 只任何个人都无法撼动的 我的人不多 但我相信你随便哪一支军 拎出来同等数量 甚至两倍三倍的人数 我的兵能轻松胜之 你们爬不上的山 他们能爬 你们过不了的泥潭 他们能过 你们蹲不了的负重深蹲 他们能蹲 这是他们的骄傲 也是训练的成果 将军 我那有心采的西山春茶 泡一壶 啊 春茶 这春茶就暂且不泡了 倒是你这护卫队 要不要拉出去练练 在这练就挺好 下人知道金振远要请他出山 去救那什么公主 但公主不能这么白救 他得捞点油水 要么是给他增兵 要么是给他一些特权什么的 或者给点钱也行啊 所以他不着急 他想看看金振远能出个什么筹码 此时的金振远眉头一皱 他猜到李下人是个无力不起早的主 李下人能等 可他等不得 公主殿下一日在匪窝 他的脑袋就随时有可能落地 大景陛下的三女儿 太平公主 于数日前被青牛山麻匪所结 现在生死不明 陛下的女儿 那赶紧上报陛下 派大军来围剿青牛山啊 这事不能上报 公主是偷跑出来的 上报那一刻 估计本将军也就完了 前日我的亲卫加上八百辅兵 在青牛山吃了个闭蒙羹 特么的狗土匪 老子非得弄死他们不可 先生速速跟我出兵 营救公主 这可是奇功一件 慢 我不过金水湾的一小农民 何敢招惹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马匪 风水县境内的掩引文书 赵凯 斩首小队集结 青庄上阵 两天的干粮 即刻出发 急于人整装 随后速速跟上 先生 山脚有马车 请吧 我们此行 是救公主 先生以为当如何救 简单 把青牛山马匪都干翻了 自然能救 先生有所不知 以青牛山那处的地形 只需百人就可恶手十倍的敌人 这仗也忒难打了些 区区青牛山 将军何不调兵 调兵 无兵可调啊 长平公主是偷跑出来的 其上头是林贵妃 这件事林贵妃肯定知晓 因为我跟林贵妃有些交情 这事便这么按了下来 但终究按不了多少天时间 其二 今年两河流域爆发大洪水 江南江北两道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 这些流民涌向了四面八方 各不各州各道的压力巨增 伏兵守卫都边镇以待 控制形势 这数十万人要是动乱起来 可是会出大麻烦的 而今江南到北已经有一股流匪组织起来 多达上万人 为首的赵紫义正四处招揽马匪壮丁 已有壮大之势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朝廷不管 不是不管 朝廷已经拨付赈灾良想 可到了那灾民手里 连一碗热乎猪都喝不上 这灾 这灾如何震 而且迄今东部一国边境正迅速增兵 想来很快就会打国战 大井 内外堪忧啊 这是国事 李瞎人也就听听 不过大井是他现在安身立命之根的 他当然不希望这棵大树倒塌 毕竟他还要依靠这棵大树挣钱 先生 你的护卫队 护卫队走山道 比走关道更快 将军放心 他们一定比我们更快到达指定位置 青天大老爷 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 求求你给口饭吃吧 我愿意施带围奴 停车 先生 公主要紧 这些流民千千万万 是就不完的 更何况你救了这几个 传扬出去 成千上万的流民就会蜂拥而来 到时又该如何是好 在我眼里 公主和这些人并无区别 公主的命是命 他们的义势 战无不胜的郑国大将军 却被一千土匪打得落荒而逃 不料情急之下 他竟找来一个农民对付土匪 下官是常宁 拜见将军 下官武卿 拜见将军 你认识我 不认识 此时的武卿虽然不知道下人为什么看他 但下人却认出了他 武卿就是那个害的孙北英家破人亡的线问 这些时日孙北英虽然不说 但家破人亡啊 他心里又怎么可能过得去 孙北英心里憋着那股恨 他定会找机会把武卿给卤下去弄死 孙家三个娘 八个兄弟姐妹 还有三十二个家丁丫鬟不能白死 如今孙北英是他的人 那么这仇也就是他的仇 至于什么时候弄死武卿 下人打算日后再说 先生已经看过此处地形 接下来该如何安排 来的路上 我见此处山下 左边是河 右边是山崖 只有这两条山谷 可以通行 大将军 着你不渝 这大牛河 巧口处镇守 卓鱼下府兵 于春鱼谷埋伏 明日一早 青牛山的马匪便会逃窜至大牛河 大将军切莫 让他们过河 只要他们过不了河 就会走春鱼谷山道 先生莫不会认为 青牛山的马匪会主动下山 青牛山这些年搜刮了不少存粮 足够他们吃半年之久 郑芳芳只要不是个傻子 他都不会下山 诸位 距太阳下山 还有一个时辰 行动吧 麻了个八子 这怎么还掳来个公主 她是土匪不错 但她不是什么人都解的 解的都是那些富得流游的行商 那些做轿子的地主老财 偶尔下山收收岁粮 她做梦也没想到 也不敢想 这一次竟然特么地结了个公主 虽然说她落草为寇 但这普天之下莫非黄土 皇帝老儿若派十万大军来 一人搬一块石头 都能把青牛山挖平吗 老之特么让你们当老三老四 让你们掌握那么大权力 你们特么倒是说句话 老四 该当如何 这人放是不放 大哥 这事你来定 我 我去巡视换房 老五 大哥 我去拉个墙 秋雅 你知道你们这有个叫李虾人的不 听说金水村那边有这么一个李公子 倒过出来的十里香美酒是抢手货 我爹他们喝过十里香之后 清酒可是碰都不碰了呢 不知公主殿下要找的李虾人 是不是这位同名的李公子 他长得怎么样 嗯 话说你们寨子这四周就那几个港上 这上面百米高雅 还没有人能爬上来 再说 就算爬上来一两个 也不够大和看的 他们青牛山就是天前 凭那些垃圾富兵来多少捏多少 就是 这里我小时候都怕广 伤不赖 大哥跑吧 哥们的 打过来的是神仙吗 老七 迅速收拢所有人 下山冲关 正方方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 也不知当今行事 他想的当然是跑 先保存有生力量 再特么徐徐徒之 同时他也暗自庆幸在风水县 还有一处险地建造的山头 幸好钱银和粮草都没有全放在此处 讲君 那李先生这玩笑是不是开得太大了些 我要是马匪 只会凭青牛山之险巨手 绝对不会轻易下山 李先生酿造的石里香绝无仅有 以及黑刀 胜过大井乃至惊人的刀 独一无二 他说马匪会来 便是会来 你压得懂个屁 都打起精神来 大人 我看今儿个金将军行事当真是糊涂 一个书生 不见一兵一卒 还把我们都调走 他想干什么 他想放走马匪吗 青牛山的马匪还没有这么蠢 再说了这春鱼谷 和那地方扒杆子打不着 马匪怎会来此 虽说大井文风鼎盛 以文为尊 但武人向来是看不起文人的 他们觉得文人就是弱鸡 手无腹鸡之力 更何况文人在朝堂之上口诛笔伐 武人争不过 这怨恨便越积越深 而此时的史长宁心里也是一脸愁容 缴人李瞎人 拜见长平公主殿下 缴人救驾来迟 还请公主恕罪 你就是李瞎人 你就是写出横梁四句纳的 太好了 本宫终于见到你了 成了 成了 东西在何处 匪首院子里有个地库 我们给撬开了 班 公子 此战击杀420人 我方伤势7个 王8个 此间马匪正在往南面山道大面积溃逃 大约有600余人 剩下的兄弟能占者60余 全部镇守在青牛山各处 以防马匪杀回马强 山道两旁的崖壁上 兄弟们已经到位 战死的兄弟急于抚恤 受伤的兄弟急于嘉奖 这次兄弟们都辛苦了 按照此前说的 一个萝卜三两银子 回去就领取 乖乖 这得多少钱啊 此时的李瞎人心中激动不已 这可是青牛山马匪十几年 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 有了这笔钱 他就能干许多事情了 他可以买更多的地 建更大的工厂 也可以雇佣更多的人 更多的护卫 建设创造一些这个朝代 所没有的东西 比如水泥 比如火药 比如肥皂 高纯度白酒 果酒等等 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东西 这笔巨大的财富 将成为他发家的垫脚石 老白啊 这些东西本应该充公才对吧 公子 我等杀进来之时 未见一分赢钱 想来是那马匪溃败之时 都卷走了吧 让咱们的兄弟立刻清点 把钱都沿小路搬回去 跟张铁头交接 对了 追击溃君的兄弟 也调回一部分 搬钱要紧 你们自由了 你们可以回家 可以下山 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我知道 你们受了羞辱 知道你们心里 有莫大的委屈 这本不是你们的错 错的是 那些万物的马匪 这原罪 不该你们来背负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你们若就此消沉 对得起 生你养你的父母吗 于九泉之下 列祖列宗 又怎样看待你们 百善孝为先 伤及夫者 便是不孝 你们不把命当回事 更是大不孝 这与圣学之教导 礼仪之传承 大相径庭 那沉痛的记忆 那黑暗的时光 你们若沉沦 便再难自拔 倘若你们 把它当作过去 你们将焕发新生 过去的一切 在往后慢慢 人生中 只是一个差距 一个不足轻重的梦 梦醒了 等待你们的是新生 我知道 你们担忧未来 担忧无家可归 无处可去 你们放心 我李家人 会在金水湾成立工厂 我的工厂 需要大量的工人 你们可以 在我手底下挣钱 可以养活自己 可以寄钱回去 给自己的家人 你们想想 自己能封衣足时 还能寄钱回去 家里人 虽然一时间不能接受 但银子 确实能帮到他们 他们断然不会拒绝 若是想跟我 去金水村的 我在那里 搭建了许多青砖房子 可以让你们租住 起码有个窝 不愿意去的 这青牛山未来 我也会建场子 你们完全可以 在这山上工作生活 不去看 世人的眼光 舒舒服服的 活在阳光下 小女子江鱼儿 谢公子救命之安 谢公子救命之恩 我得意为公子 当牛坐马 赵凯 两件事 第一 叫兄弟们守好青牛山 下山的关爱 若今将军他们上来 速速禀报 第二 寻邪衣物 烧好热水 整理好 马匪住的房子 让他们洗干净身子 换到干净的房屋里 住下 公子 这次咱们真特娘发大财了 百银钉子 总计九千三百两 黄金八百两 玉器珠稿 也有两箱 算下来 可是超过了万两文银 后山腰还发现一个山洞 洞窟里面藏着很多粮食 估计也有上万斤 银子全部搬走 粮食能搬多少 便搬多少 我估计 金将军天一亮 就得上来了 对了 那个公主呢 喜欢就多用 以后这玩意得淘汰 所谓的江湖 不再是刀枪棍棒 那以后的江湖是什么 长枪大炮 长枪大炮 那是什么神器 难不成 有前朝将圣鲁书创造出来的七大神器还要厉害 全部搬走 李下人发现自己还真是低估了马匪劫掠钱财的能力 他心想要不当马匪算了 但这念头一闪而过便烟消云散 以他脑袋里前卫的思想和科技 犯不着当一个小小马匪 我特吗 李下人 你礼貌吗 我大老远杀出重重围剿 好不容易来到老虎关 你却杰足先登 请问你礼貌吗 你特吗 怎么找到这里的 字是我告诉公子的 是你 枉我把你养这么大 早知当初 就应该一手捏死你个白眼狼 郑秋雅 不 现在应该称之为沈秋雅 小女求公子做主 诛杀此贼 为我父母复仇血恨 若报此仇 小女愿一辈子追随公子左右 毫无怨言 秋雅五岁上的青牛山 沈家是大户 门下电农无数 那一年沈家出行 视察电农春耕 路过青牛山的时候正好碰上郑芳芳 那一年他亲眼看到土匪切下了他爹的脑袋 亲眼见到娘亲跪在他面前 胸口插着血淋淋的刀 年幼的他激进崩溃 多少次黑夜里辗转反侧 多少次被那个噩梦惊醒 他枕头底下藏着一把小刀 他不知道郑芳芳养的他干什么 但他知道的是 若郑芳芳敢碰他 他就一刀捅死这个恶人 像当年马匪捅死娘亲一样捅死他 没人知道这个表面乖巧 长相甜美的女孩 心里藏得怎样的了 不 先生 我们无冤无仇 没必要这样 你 你放了我 这些钱都是你的 愚蠢 把你杀了 这钱也是我的 沈小姐 你自由了 既是有家 不如寻回沈家去 我此举并不只是救你 说白了 救你只是顺带而已 公子不要想你 金水村 李下人剿匪的消息经百姓奔走相告 已经传来此处 方圆数十里 近三四万人身受青牛山马匪的荼毒 百姓对马匪向来都是深恶痛恨的 这次李下人剿匪 瞬间就传开了 什么 青牛山马匪死绝了 这可真是老天爷开了眼啊 不是老天爷开眼 而是李公子大安大德 听说李公子招呼一声 忽悠神兵天将 把整个青牛山马匪杀得偏甲不留啊 真有这么神 我有个亲戚是当副兵的 亲自参与了那次维交 据说李先生只出动了三百护卫队 就把三千马匪打迪罗华留帅 瞎说 我知道可靠消息 分明就是一百 不说了 我得回家给李公子立一个长生碑 让我儿子也失态攻风 一时间 十里八乡 风水县北部里下人的名号犹如雷声响 剿匪事迹更是传扬四方 一时间在百姓心目中 金水湾李公子的微信瞬间就树立起来 诸位 现在山脚下聚集了多少难民 可有统计数据 一共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三人 其中赵年劳力 也就是公子所说的劳动力 有八千九百人 其余的皆是老少 无法劳作 这批人来自五千多个家庭 现在堆积在村外 山脚下 就算一人一天吃掉一个馒头 也需要非常巨大的粮食供应 工程队那边呢 工程队正在大力建造新的房舍 即使是最简单 能够遮风挡雨的房舍 一天也只能打造十来个 原部组五千支树 第一 诗情素取和难民接触 了解这批人当中 有无公将 米瓦将等任何将人 区分登记好 第二 登记好这些人当中的村长 乡绅 地主等有威望的人士 第三 把能算数写字的人也登记好 再就是 公子肯定要扩大产能 刘山 计划多建三座砖窑 三座瓷窑 以及再建设十个厂房 这其中需要多少人 立马从难民中招收工人 顾大哥 你的野炼房 公子曾说过 要改进和搬迁 这需要多少人马 也可报上诗情处 让他给你分配 孙大哥 开采盐矿 需要大量的工人 以及 盐矿这西山的道路 需要拓宽 至少要马车能够进出运输 你这方面做大预算 明白 公子不在 我等更要稳住大局 诸位 我替公子 谢谢诸位的付出 夫人 这可使不得 夫人 我们都是应该的 理应为公子分忧 西山脚下 一阵阵滔天喊声响起 刘山把所有工人都组织起来 排成一排 数百个工人 见到那山呼海啸的场面 也是吓得脸色苍白 面前不是什么广场 而是土地 土地上 上万人前呼后拥 吵闹声尖叫声混乱不已 听闻梁师情要招工 这上万人立刻沸腾起来 他们饿极了 也害怕 堂皇 迷茫到极度 可如今金水村里先生 却要给他们工作 给他们酬劳 给他们一条命 机会不多 他们都准备拿命抢 招我 一定要招我 我不想再饿了 我一定要上工 不然 忽然老子赖着不走了 梁师情站在石头上 朝人群不断怒喊 可他娇柔的声音瞬间 就会被浪潮吞没 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眼看人群中 已经渐渐出现一些 不和谐的威胁声音 梁师情的心里咯噔一下 这时候要是发生暴乱 或者踩塌 那可是会死很多人了 可他无法控制住整个局面 后山护卫队 只有留守的几个护卫 而此刻的梁村长 也无比紧张 手心满是汗水 这些人要是发起狂来 整个津水村 怕是要成为人间地域 公子你终于回来了 嗯 这是 随后梁师情 把留言的一音安排 快速说了一遍 也包括最近所需的建设项目 正值招人阶段 奈何这群难民太过热情 让工作难以进行下去 夫人安排得很好 你们照做即可 我跟他们讲几句 嗯 各位乡亲们 这位就是我们几水湾的李公子 大家手上吃的馒头 白粥 都是公子免费提供的 以及我身后在建的房舍 工厂 都是李公子叫我们建设 然后给大家居住的 李公子开始工厂 招收我们做工 给我们工资 是给我们一条活路 公子公子 大人啊 人还会费 真是太牛了 公子大恩纳德 我等莫尺难忘 愿意永远追随公子 公子 我要给你生猴子 大家安静 金水湾是我的家园 是我们村里几百人的家 它就像你们曾经生活的地方 就像你们的家乡 一方水土 补育一方人 现在你们的家园被洪水毁了 亲人失散 遭受重创 我感到十分痛心 不过私人已是 你们如今来到金水湾 就是我们金水湾的人 你们可愿意留下来 一起建设一个更美好 更阳光的家园 让逝去的人看看 你们在世上 也过得很好 你们把这里当家 我会非常开心 不愿意留下的 我李佳人不强求 一样会给你们吃喝 到时候你们想走便走 但只一条 来到金水湾 得遵守村长他们的规定 这也是为了大家好 老朽七十 愿为公子付出余生 老头您这话说的 有奇异啊 让那些小妹妹 误会了多不好 你们都起来 快起来啊 很快李佳人就发现 豪笑是没有用的 这群人完全不会听他的 于是他脸色一沉 假意生气 你们人太多 派出你们认为 最有微信的几个人 来半山腰院子找我 公子 我等本没了家园 是公子和金水湾 给了我们第二个家园 今后老朽和乡亲们 必定倾尽全力建设 和保护我们的新家 如果有谁当刺头 要在这里使绊子 捣乱 我们第一个饶不了他 如此甚好 武卿留下 阿兰 我们走 县卫大人 这是哪家的大小姐 能让县府如此重视 燕六 不该问的 不要随便问 使县令乌沙帽北朝 金将军撤封地 发配前线 皆是因此而起 咱们这些做小的 只希望新来的县令大人 能好说话一些吧 殿下 这重乡僻壤之地 您来这 阿兰 你觉得这里有什么不同 这个村子充满了生气 对 就是生气 这一路走来 江南两道灾情非常严重 以至于它路过的每个村子 城镇 都一片死气沉沉的模样 可这里的景象完全不同 可谓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里聚集了上万难民 可他们不是满目悲怅 而是一个个脸上洋溢笑容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 竟还充满希望 他们做工 建厂 欣欣向荣 这一切 都是因为那叫李公子的人 也是当日从天而降 带领一只神兵杀的青牛山遍地爱红的人 更是写出圣学指导 被陛下收录的人 真可谓是文可安邦 无可定国 左方众帝 这位宵杰若是去迅沃家贤盛的 还请一步到别院去 舍计几米 还请宵杰离开 不知九公主殿下到访 未能远迎 还望恕罪 九公主殿下 这是当今九公主殿下 你还不跪 阿兰 不得无礼 你若再是这般 就给我滚回四周去 殿下 这 是 公主殿下 前来所为何事 一起走走 也好 史长宁被罢关了 金真远封帝治理不力 被父皇着兵部 调往西部边军 抵抗辽军范靖 明日启程 听到金将军被调走了 李下人的神色有些动容 金将军帮助他颇多 如今调往前线 肯定不是什么好差事 而且 很可能是戴罪之身 这种人上战场 第一个就是充沛赶死对前锋营的 金将军还会回来吗 他若运气好 自然是会回来的 放心 他承诺你的东西 本宫会让新来的县令给你办好 另外本宫再许你在江南道开设眼影 算是本宫答谢你的救命之恩 李先生那支军队可厉害得很 若是让有心人知晓搞一些小动作 怕是防不胜防 李下人文言心中一警 贾丁之福只允许护卫百人 不得代假 可后山护卫队却足足达到了400人 如今他还计划在这批难民之中招收上千人 尽管李下人的初衷只是为了守护好西山 但这在外人看来就是要造反 本宫倒是有个法子 大警卫一合法招收护卫的只有总标 先生倒不如成立一个标局 多谢殿下指点 本宫要回洛阳了 听闻先生写出衡量四句那等千古绝唱 想来先生诗词歌富极佳 能否为本宫为小九做一首诗呢 这没问题 那么他会做什么诗呢 他的诗该有多经验呢 既是送别又在烟雨中 那么就做一首雨淋里送别酒而罢 寒蝉妻妾对长庭晚 咒语出歇 都门畅饮无序 留恋处 兰州催发 回首相看泪眼 竟无语凝噎 念去去 千里烟波 木矮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 更那堪 冷落青秋节 今宵九醒何处 杨柳暗 小风残月 此去今年 应是良辰美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 更与何人说 一词作罢 现场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沉浸在词中 那鸟鸟送别之情的意境之中 静 静得可怕 多情自古伤离别 更耐堪 冷落青秋节 今宵九醒何处 往后纵然有千万种风情 又能找谁去倾诉中常 像你这般的人 还能找到第二个吗 理问书眼角湿润 这一去不知多少年月 大抵是要关在皇宫之中 料想皇宫有千般风景 万般有趣之事 在他眼里也如同虚设一般 无人诉说 他知道 这首词 是瞎人专门为了他而做的 他的思绪 他的忧愁 浸在那一杯酒之中 可酒醒之后呢 所有忧愁估计 还是要独自承受 他不远千里逃出皇宫 不说肆意江湖 可也不想再回到那处金丝牢笼 先生之才学 唯有往昔圣人可比 先生若是愿意进洛阳 小九必定为先生铺平道路 以先生之学识 就算是入主记下学功 当一个老师也并无不可 此刻九公主的内心是无比尊敬 佩服他 称呼也有本宫 转变成了小九 意味着他彻底被李下人的才华所折服 四周小人一定会去 指是不是现在 你看那些受灾受难的灾民 我在这 他们还有一口饭吃 然而江北两道的难民 却没这般幸运 殿下说句大逆不道的话 他们活不下去 就只能落草为寇 或者 先生此事不可再说 小九谢过先生所做这首词 我们有缘再会 看着九公主渐行渐远的背影 李下人陷入了沉思 从九公主的态度 他大致可以猜测 朝廷对待难民的方式方法 有多令人寒心 人心最难测 连饭都吃不饱的话 谁还会顾及皇权法度 在普通老百姓眼里 当然是命重要 那么数以万计乐极乐的百姓 会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李下人不敢想象 唯一可做的 便是迅速发展巩固自己的实力 让金水湾变得固若金汤 公子 那边是在建的厂房 夫人说了 在原来的基础上 在扩建六个厂房 远处半山腰再建的是房舍 金水湾除了农耕用地 其他地皮都已经买了下来 计划进程单间二层房舍 房舍按照夫人的计划 事先入住 并签订认购书 每件价格定在二十两 可以分期偿还 二十两 若一家有工人在他这里上工 每个月拿的工钱 加奖金就有三两 努努力还是可以轻松还清的 这个模式令李下人眼前一亮 这不就是现代的房贷吗 他在想 按照这模式 是不是该成立一个工程队 四处建房子收取贷款 另外夫人计划 多了几座砖羊和瓷羊 供应所需的生产 公子 你看下还需要做什么 记下 若有人愿意去护卫队的 可参加护卫队考核 护卫队诸多福利 工资也比较高 要大力宣传 其二 除了打造房舍的工人之外 我另需抽调三千工人出来 其三 难民之中的匠人 区分到分配到各个工房 务必人尽其才 其四 有没有特殊的匠人 比如对石头特别感兴趣的 或者对打铁特别精的匠人 公子如此说 倒是有一个 小人张魁 见过李公子 公子 此人善打铁器 曾在江北道铸造局打铁为生 如果说顾瓷子是在乡野 只能打到兵的话 此人或许可以打造 公子所说的精密部件 你不必紧张 我且问你 你有没有办法 打造出一种既坚硬 又不易崩裂的铁 现行铁器 要么是太脆 要么就是太软 达不到我的要求 有 取生铁加入石灰 黄砂石 炼金石等等 经过百炼 淬炼出来的铁 或许可以达到先生的要求 你怎知此法 是否有过实验 回公子 此法乃张家祖传 所需材料甚多 能尝试的机会不多 而且并未外传 如今张家遭难 是公子给了张家一条活路 我愿意把此淬炼之法交予公子 你不用交给我 我对你那淬炼之法不感兴趣 我会在那片高地上 打造一个全新的冶炼熔炉 也是全新的炼铁作坊 这个作坊不生产用具 只做实验 若实验成功 按照此法进行大规模 生产我所需用具即可 你且看看这些用具 想尽一切办法 打造出能够大规模生产的模具来 不管需要多少钱 只需找梁秘书和夫人拿 公子 这是 他们都叫什么 这个长筒 加上底座炮弹 就叫做红衣大炮 至于这个枪 就叫顺发枪吧 公子 刘大山姓不辱命 这人是风水县境内有名的奇石收藏者 这境内甚至境外几个县区 诸多山林里的怪石 他都看过 还有这位是附近灌里的炼丹师 公子要寻觅其人 这位师父曾经把炼丹炉和倒灌给炸了 我想这也是奇特的人 所以为公子寻来 你真把倒灌给炸了 我作证 他确实炸过 二师兄 七月 小七师弟 当初差点把师父炸死 所以 师父把他赶出山门 任即自立门户 在我这实验室 你可以随便炸 你炼制出来的东西 威力越大越好 你先跟我说说 你炸炉是怎么炸的 威力有多大 材料配比如何 炉中加入硫磺 白石 树种中药 有时候会炸得比较厉害 大概就是把房子炸没了 有时候炉子会扑扑响 有时候则是炸裂炉子 威力各不相同 你这样 你需要的炉子 直接去野炼房 叫他们打 需要的材料 也直接叫这位梁秘书负责采购 我现在跟你说的东西 且记住 一 取十五份消失 三份木炭 两份硫磺的配比 在炉子里实验 我要的是一种 平时能够稳定 点火就能炸的 有巨大杀伤力的 大杀器 你懂吗 就是类似一个竹筒 里面塞满了火药 外面有个引信 我只要点燃这个引信 扔出去 就能把一栋房子炸毁 而不是炸了我自己 明白 啊 那此物叫啥 肘榴弹 我做 我需要每天六只鸡腿 不行 每天三只 做出来给六只 成交 赵凯 我计划再招收三千人 将其训练成一只能打仗 敢打仗的山地师 只是众多人的情况下 对外却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练兵知识 断不可透露 这样 我会前往县城 成立一个标局 以后护卫队成员 就对外宣称 是标局的标师 标师不带假 但可以带兵刃 对我们来说 是件好事情 此外这金水湾 往外施礼地 至少到寿马 古道那个地方 你要着手 建立照塔和战斗据点 每天安排人职守 力求把金水湾 打造成一个 固若金汤的根据地 明白 先生可好 还行 这位是 风水县县城公孙无忌 见过李先生 公孙大人好 青牛山一战 先生神兵天将 令我家将军极为震惊 按照原先所说 今日将军和顾大人 在五月楼设宴 想当面 感谢先生一番 如此还请等我安排一二 我在青牛山寻得一人 她叫做江鱼二 如今应该被安置在山下 你且寻她 负责置一作榜 另外 纺车坐好之后 搬迁一些 到青牛山上去 上面有许多姑娘 需要找点事情做 明白 哦 对了 还有一人 她叫做沈秋雅 我且看她 有管理能力 是个人才 你让她跟在你身边 好生培养 以后 说不定能独当一方 明白 公子可知 今日九公主回洛阳之后 会带来多大的麻烦 可以 这么说吧 九公主对外宣称 是因为先生之才华 而私自跑来青州 但月许前长江涨水 淹没了江南江北 两道数以百万计的农田 百姓流离失所 朝廷对此下了重本震灾 先生不觉得 朝廷赈灾之后 与九公主前来的时机 都太巧合了吗 殿下是来巡查的 生意不可揣测 九公主代表着皇家 也代表着当今 坐在龙椅上的那位 她此番来青州 沿途自是看过江南两道 民不聊生的场景 而此前 朝廷是拨下了巨额赈灾粮饷的 但经过一层层剥削 真正落到灾民手上的粮 怕是一天一晚西州 都难以喝上 如若不然 那些灾民也不会千里迢迢 赶来金水湾 圣意既然要九公主前来巡查 自是要出重拳 清扫一切蛀虫了 这是好事 对大景长远而言 这自然是好事 可当下 圣上要清理蛀虫 就等同于从上到下 全部清洗一遍 涉及到的势力何等恐怖 而先生救出了九公主 九公主很可能将 这个天大的功劳 放到先生身上 如此一来 对于圣上那边自然是功劳 可对于那些被削的权贵 先生背的可是一口巨大的黑锅 李下人脑子嗡的一声 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权贵被削 他们当然不敢找九公主的麻烦 更不敢找皇帝 那么这股怒气 怕是要撒到远在青州的他身上 这特么的 那个殿下他不至于吧 先生莫要小看了殿下 尤其是殿下是一个女人 先生为殿下写的那首词太过惊艳 视为大才 才子佳人 我猜测 殿下肯定会在圣上耳旁提起先生 那一二位之见 我该当如何 那就看先生能下多大决心了 先生练兵行军之大才 令人惊艳 若是先生能随金将军出征 立下破天大功 得圣上赐爵位 那当然无人敢碰先生分毫 不去 老子不去 二月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认识 只知道是刀海的 刀海 当今大井境内 陆林高手之中最大的四个势力 一是二月身处的南院 二是北方的北院 第三第四便是刀海和剑林 四个势力实力相差无几 排名不分先后 但非要决出一个最强 他最强 我师父 差点被七月毒死那位 但是我没有招惹 什么刀山火海啊 他这拿个刀是要砍我 为何 无妨 打过就知道了 你竟请动刀海的一刀没去杀他 为何 你陈家在洛阳也算是一方豪门大户 陈灵海更是当朝的礼部尚书 手握实权 你知道为什么你们家一只都是大户 而无法上升到门阀吗 老夫只专言圣学 对你们勾心斗角那一套 并无兴趣 憨蝉妻妾 对长庭晚 昼雨出现 独门畅饮无序 留恋处 兰州催发 回首相看泪眼 竟无语宁验 念去去 千里烟薄 目外沉沉处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 更那堪 冷落青秋节 惊霄九景何处 杨柳啊 小风残月 死去惊年 应是良辰美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 更与何人说 他这词字是极好的 又送给了当今九公主 辱了那位的眼 从今往后 必定不会平凡 可有人不希望 他成长起来 而我 就是替那人出手罢了 灵圣啊 我们还是好友 不是吗 李小友也是我好友 更是默逆之交 虽不知你背后那位 为什么针对他 但老夫提醒你一句 难愿 可是站在他那边的 难愿吗 跟八王爷比起来 他在牛 也不过是一厢胡适里 庙堂之上 从不缺高手 虽不知八王爷 为何千里迢迢 也要斩了这里下人 但八王爷在这大井 可是出了那位知下之罪 想杀一个人 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 阁下是谁 南远 二远 打扰了 再见 不 再也不见 无觉 太无觉 小姐 莫等了 这太阳都下了山 夜路不好走 公子怕是今天不会过来 阿子 先生来 我自是要亲自相迎的 先生先生 你就那么在意先生 我们每天给他占那么多的银子 日夜操劳店铺 难道还不够吗 阿子 若不是先生 岂有你我的今天 若不是先生 我可能早就死在亚航 而你也永无出头之日 你想想 那些在亚航被买走的女奴 有哪一个像你这般自由 做人当之恩 没了人性 与畜生无异 是 我们每天给先生赚很多银子 你觉得这就能够报答先生 为自己赎身对吗 我且告诉你 如今我们十里香 每个月从亚航买书时奴隶 先生还招收了上万难民 先生的钱 没有一分用在自己身上 倘若人人如你这般 在先生手底下工作的上万人 都得饿死 千无忘本 阿子脑袋垂了下去 眼里闪烁着泪花 他的确有些飘了 十里香每日进涨上千两银子 他觉得他自己做的够多 而且做的很好 但是他却忘记了 当初在亚航和二十几个满身污秽的人 挤在一个房间时 他有多恶心 有多绝望 是孙北英买下了他 让他如今光鲜亮丽地站在人前 而孙北英是先生的奴 算起来 也是先生种下的因果 才有他的今天 这是怎么了 怎么还哭了 天哪 是先生 目前我们一天固定销售量是十里香千斤 闯天涯一百斤 这些是各家九四 以及地主财阀店铺青楼等等的固定销售 还有零散销售二百余金 一天进账金额少则一千二百多两 多则一千五百余 此外我还在城中四角购置了店铺 即将装修开业 花费万两白银 与此同时 每日雅行新来的奴隶 都有人会去挑选 你做得不错 无需紧张 只是这一城之中 就安排了四个销售点 有些太多 倒不如留下现在这个和西面的店铺 至于南北两家 就暂且卖西山精颜吧 精颜 先生可是江颜引拿到手了 大概今晚就能拿到盐引文书 县城 风水县 以及江南道 江南道很大 我们的手伸不了那么长 此事不急 但也要着手准备 你在本部多招揽 培训一些能够独挡一面的人才 日后说不定 你还要去江南道亲自坐镇 至于风水县 大本营这边 就让阿子慢慢接手 是 此刻李下人陷入了沉思 江南道他是一定要去的 风水县已经完全满足不了他的胃口 若没有破釜沉舟之心 西山在南壮大半分 更何况 现在就有一个机会摆在他面前 特么的什么垃圾 有这南院二月在 我们刀海 断无可能 八王爷要他死 图灵 你说这八王爷是不是脑抽了 不远千里 跑来杀一个无名小卒 图灵 八王爷肯定疯了吧 图灵 南院特么是不是也疯了 南院八子 除大弟子外 最厉害那个都来了 这个李下人 到底何德何能 此刻的李下人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盯上 而且还是被一尊王爷盯上 当然他也从未考虑过 一个南院顶级高手二月 为何会留下来保护他 李下人看向面前之人 这位顾身顾大人很是年轻 去年刚中的近视 刚好现在风水献出了九公主这档子事情 史长宁被罢免 此地有了失缺 他是来补缺的 李下人在打量顾身 顾身也在打量着他 来之前他已经了解得清清楚楚 知晓史长宁被罢出的前因后果 也知道眼前这位带领一支骑军救出九公主殿下 立下大功劳 金将军可是对他十分客气 那自己也得兜着来 金将军托本官办理了盐引文书 不过此文书是地方性的 也就是李先生的经营范围只限于风水县境内 至于江南道那边 先生怕是要亲自跑一趟到台府衙 多谢顾大人 说到底我们这些商人还是在大人手底下吃饭 所以这境内盐引 小人觉得日后大人占两城如何 顾身文言眼前一亮 心想这小子挺上的 他作为一方父母官 是不得参与任何经商盈利之道的 但是 这并不妨碍他收钱 而且是神鬼不知的收钱 见顾身没有拒绝 李下人也心中大定 毕竟是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做事 何况拿出两成利润对他来说无伤大眼 毕竟后山那处盐矿惊人探查 里面储量可是极其丰富 盐矿这东西 有一座出现 这附近就有可能连片出现 毕竟这是地质成因 枪尽久 君不见 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 高堂明镜 背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尊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昨天那青山女子又来了 还带来一个挺强的人 要砍你 你把他们打跑了 我在 他们没敢出手 你且练 至少喝酒时不会醉 这水起的名字 南岳院柱 我师父 起的好 二位九等 昨日喝醉了些 实在是不好意思 小阴取两瓶闯天涯 让庆管家等下拿回去 李先生有心了 我家将军今早已经离开 偌大将军府就剩下大小姐与我 将军交代过 说让大小姐跟在先生身边 学习圣人之道 先生您看这个怎么安排 我哪来的 狗屁圣人之道 我那些狮子全特么是抄来的 抄你懂不懂 算了你不懂 不过这精灵倒是个挺俏丽的女娃子 不妥 我是个俗人 住在乡野之地 金林小姐跟着我 诸多不便 还请见管家谅解 公子此言差矣 公子下一步 可是要入住江南道 那江南道的道台 跟我家将军有些渊源 可以说 道台之子就是将军手下一员将领 这些年来 江南道道台逢年过节 必来看望我家将军 你不用说了 我带 那先生准备何时动身 三日后 得先安排好风水线这边 此行向北去往江南道有数百里 即使马车也要走上两天一夜 风水线山川汇聚 多山 而江南道则是平原谷地 多肥沃之源 他这一行 便是出山 然而风水线永远是他的大本营 所以他必须守好大本营 以及与江南道建立商贸联系和户物运输通道 这就涉及到许多 其中最重要的是安全 标局 一个让他护卫队合法带兵刃的称号 他成立的标局可以不用盈利 只需要保证金水湾以及货运的安全即可 次日清晨 李下人就着手去成立标局之事 而孙北英也立刻让阿子掌管店铺 同时依靠阎引文书 在城内开设延号卖西山经验 先生此时去江南道 实在不妥 风水线看似平稳 实则暗流涌动 你是指那些马匪 放心 在我们离开那一刻 赵凯就会带着护卫队成员出大龙谷 直奔野狼山而去 公子此举 剿匪 是 如何来钱最快 当然是剿匪 强匪窝的钱 最特么快 武大人 这里瞎人对青牛山说命救命 形势实在是太嚣张 我们野狼山的意思是 不诸此人心中难安 我们当家的也是这意思 而且西山那边刚刚搅和了青牛山的底子 想来有不少油水 倒不如去截裂一番 那就大开杀计 灼你野狼山 在东渡口这里埋伏 若遇里瞎人 直接雷霆手段阵杀 灼大虎口 在野狼山得手之后 迅速攻占金水湾 届时 本县位会为你们打掩护 这条山沟有多长 东渡口古道长无理 在中间的地方有一战补给 但是一般比较危险的就是一战前后 前面如果有人截杀 就是风水境内的势力不希望公子出山 若后半段有人截杀 那就是江南道的人不希望公子出山 你怎么看 生死看待 不服就干 好的 就地扎营 明日天明 再进古道 还有你觉得那刀海会来吗 除非刀海那位刀主前来 别人 动不得你 尔当家的 那姓黎德特么的不会不来了吧 按照马车的日程 应该今天下午就会进山谷的 这扑地方蚊子忒多 师兄 他该不会不来了吧 不应该啊 师兄 我想活动一下 这么凹造型 好累 万一他来了呢 咱们刀海的造型不乱才有气势 尔当家的 尔当家的 来了来了 哥 来你大爷 水他妈来了 你大爷来了 所有人都他妈给老子起来 师兄弟就给我砍死他 尔当家的 马车 马车过去了 马了个八字的 白忙活一夜 给老只追 外面来了一群疯子 又喊又骂的 谁虐待他们了 看他们的装束像马匪 是来杀咱们的 前面是一战 马车肯定是跑不过那些马匪的 倒是二月一个 他打得过那么多马匪吗 你别打我的主意 前面三个刀海的 我来的 八王爷杀那无名之辈 想来有什么缘故 能否告之一二 要知道 现在可是难愿护着他 坐是即可 没有人比他更了解 那青州偏僻小山村里面的小孩 当年是怎么从四周逃出去的 也是二十年前 他被老皇帝册封为八王爷 封帝幽州 看似封王 实则是远离了京城 也失去了那个位置的争夺权 也就是他再也做不得天下敌 如今 他为优反 你心不宁 与他博弈 众生为奇 闹哉 闹哉 你说那刀海的人 为什么就针对我呢 难道是因为我有钱 这城内随便一位富家的存饮 比你十倍都多 那是因为我太出名 你没出名之前他们就来了 那是因为啥 这城内有没有刀海的人呢 有 在哪 需要查 走 咱们也应该拜访一下 这位到台大人了 对了 准备一份礼物 不用好 但是包装要好的 算了 还是我自己准备吧 这年头 人才太特么重要了 身边连有用之人都不多啊 你是说我没用了 你的用处不在此间 小民李下人见过到台大人 小民自酿闯天涯口碑 还算不错 特线上两瓶 还望到台大人笑纳 你想在我江南道开设言后 那是金将军答应你的事情 而不是我答应的 懂吗 懂了 那小民无事叨扰了 小民告退 到台大人 方才那人可是将禁酒之作者 小师仙李下人 是他 早前金将军应了他 要给他一个江南道的盐引文书 在这江南道之盐犯盐 江南道几个盐上都是本土豪门 岂能容得下他 等到台不批 于他而言并不是坏事 毕竟那几家可是送来不少银子 到台大人 金将军可是去了边疆 若有一天他立功回来 算了 此事乃小事 将军应当不会为难大人的 对了 今日有一消息倒是值得关注 临江书院来了一艘官船 据说是上贵妃路过 同行的还有九公主 和兵部尚书之女韩燕臣 目前不知这上贵妃是什么目的 所以此事可大可小 到台大人还需注意 知道了 你且让人密切注意上贵妃动向 最好摸清其意图 就这么走了 不走有什么办法 我还能砍了宋长风的手 话压不成 我去帮你砍 我看你是想把我送进去 可是李下人李公子 您是 咱家主子有请 还请李公子随咱家去一趟 你且先回去 我稍后就来 走吧 什么 他被上贵妃接去了 此时的宋长风神色微精 地旁的谋士叶学究也是脸色难看 他们都不知上贵妃的意图 倘若李下人搭上了上贵妃这条线 那他的后台就是贵妃 有上贵妃撑腰 稍稍给他宋长风使个绊子 他这辈子也就别想回到洛阳权力中心去 这次看来是选错了 此时的临江学院热闹非凡 江南才子们轮流登场展示财学 而李下人自然也被带入其中 最终他以雪梅为题 一口气做了三首诗 惊得在场所有人目瞪口呆 可当所有人还沉浸在这几首诗的美妙中时 上贵妃却已经得到此行的答案 你这玲珑儿若是不入朝为官 实在是有些浪费这一身才许 好了 你且下去 本宫定会在圣上面前提点你几句 你与他之间的鸿沟 不是一般的大 而你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 婚事托不得 已经没有时间等他成长起来了 所以此事就作罢 母妃 我 我不想嫁 我要永远陪着母妃 二月刚刚得到消息 这城中有一处刀海的据点 江南道有三处 刀海是江湖势力 公子此举可是树敌 是他们要与我为敌 我这人哪 什么都不怕 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 刀海的人都给我滚出来 此处乃刀海的底盘 各下此举是在挑衅我 刀海的围焰 话多可不是什么好事 你是怎么过来的 非 好吧 你会武功你牛叉 搞定 搞定 这家伙刚来此地 就胆敢闹这么大的事情 大人是说 此事是那李公子做的 为何 两日前在东渡口古道 死了一个刀海强者 以及一批风水线的马匪 恰巧那时候他路过 本官觉得 这未免太巧了些 此事没有证据 不得圣章 且叫人安排下去 但凡是刀海的高手 不必限制 皆可入城 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透露他的位置 就让刀海去做那事吧 我们且去瞧瞧 这位小师先 送到台这是有事 本官详细派人了解了一下 西山经言 觉得这是为百姓而做的盐 李公子欣喜百姓 本官亦是如此 那么 合作才能共赢 不是吗 本官也想为百姓做点事情 把这盐价给压一压 那就多谢 李公子 此处到底还是临江城 江南道的首府 死地无论如何 都烂不得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到台大人说笑了 我不过是风水线的一个小人物 还做不到扰乱江南道的程度 到台大人若是无事 小民先行倒退 此人若是成长起来 定不可小觑 公子 我们此行贷的银两不多 可能连在城里 一间小房子都买不下来 不说最繁荣的临江街道 就是偏远一些的地方 门面稍大的 都要三万两白银打底 而且我们需要建立物资中转站 运输通道 一路上还得防山贼马匪 难度很大 公子 门外有一位 汉小姐要建您 汉小姐 汉燕臣 快请 不 我亲自去营 听闻李公子 要在这临江城做买卖 你那十里香和闯天涯很不错 特别是闯天涯 比供酒还要好那么一丝 若是此酒能量产 进供皇室 李公子这生意可就很大了 姑娘喝过 我爹是兵部 我爹跟金将军是好友 金将军送了一些去我爹府上 那酒确实不错 可惜此行并未带来更好的酒 不然定给姑娘品鉴一番 小女此次前来 是有个想法 想要找公子商量一二 韩小姐请说 我说的皇商 李公子有没有兴趣 又或者说 李公子作为生产 我负责把这些酒售卖到各地 我保证 李公子赚的比现在只多不少 如何 韩小姐所说甚好 但是此酒生产过程极为复杂 而且所需材料众多 技术困难 所以产量很难提升上去 短时间内想要大量货物 确实没有这个可能 倒不如 韩小姐投资我们西山 投资 这样说吧 西山相当于一块田 韩小姐提供种子 种出来的东西 你一半 西山拿一半 这个呢就叫做投资 入股 我们十里香 现在卖十两银子一瓶 放在临江城 每天至少卖掉上千瓶吧 一个月 保不起二三十万两银子 若是韩小姐愿意投资 那么这几十万两银子 就有韩小姐的一份 而且这只是一个月的 日后流年 似水长不适 我那一份有多少钱 那得看韩小姐 愿意投资多少钱 十万两白银 占一成 十万两 十万两 一年就赚回来了 而后每年 你都有进账 而且我们十里香店铺 会扩张的 到时候 韩小姐还可以追加投资 挣更多的钱 我这次投资 也只是投资十里香 在临江城的产业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没有办法让你相信我 但是我想 你跟在贵妃娘娘身边 能量应当不小 我若卷钱逃跑 跑得出上贵妃的眼睛啊 好 我投二十万两白银 这江南的才子虽然不行 但这江南的美女倒是不错 滚 你是谁 你算什么东西 我江北道 苏学长 他们 他们打人 他们不讲道理 是啊 苏学长 你看他把我们打成什么样子了 你且说说 他们为何打你 他们 他们蛮医之人 我与几个同学一起向陈老请难 不过是问了几句 江南今年还有没有可用之人 随后陈老身边的一个年轻人 就喊人打我们 这些蛮医 哼 知道比诗词才华比不过我等 就开始动手打人 太过分了 苏学长 该给他们点厉害悄悄 走 去看看 慢着 我们江北的人都是书香门第 更是富有诗词才华 跟他们这些野蛮人是不一样的 咱们既然去找回场子 就不能用蛮医的方法 得在诗词之上羞辱他们 让他们无地自容 要打吗 方才打你们的 适合人 阁下未免也太不尊重人 阁下打我江北子弟 也太过分了些 江北子弟不过是来请安 你这般行为 实在是有鲁斯文 也是 江南这边写诗词文章没一个行的 倒是越回越野蛮了许多 钟子义 林海天 还有阁下 动手是无能的表现 万般皆下片 唯有读书高 我等学子就算要比拼 也是在才学之上 你们这算什么本事 若是如此 江南学子就别踏进江北半步了 你代表江北 是 你诗词文章很好 在下不踩 藤王阁诗会蝉联三年 至今那前卑诗之上 贴的还是在下的诗 那你想干什么 要打架 那是野蛮人才做的事情 文人 自然是用文人的方式来解决 你们江南道自可叫人 若有人诗词胜过我江北 那此事我江北道歉 反之 你们江南就要给我们下跪道歉 不用叫人 快快开始吧 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还请两位老师做个见证 你我二人 一注香之内 做一首词如何 听他 就让二位老师来 好 是谁要比试 让本宫也来凑凑热闹 江北道苏栋林 向九公主殿下 韩小姐请安 苏栋林一笑 当即昂首挺胸 他是江北道声明最盛的才子 更是近几年来 在滕王阁诗会碾压江南的第一才子 才子家人 他猜想这对家人定是为了看他做事而来 毕竟在江北 只要他振臂一呼 会有无数女子疯狂 只要他做出一首词 会让无数人传唱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九公主近看都没看他眼 两女直接无视他走到了李下人面前 跟李下人有说有笑起来 且看我等下做出一首词来碾压他 让他看看 什么叫做江北第一才子 阎晨 为我摸摸可好 这个关乎江南几脸面 去走走 不看结果 结果如何 并不重要 陋是明 山不再高 有先则明 水不再深 有龙则灵 四世漏事 唯无得心 台横上皆绿 草色入莲青 谈笑有红如 往来无白丁 可以调肃情 月晶晶 无四竹之乱耳 无暗渡之老行 南洋诸葛卢 西蜀紫云亭 孔紫云 何漏之友 几直韵律感极强 让人觉得金石气地 又既然流畅 一举其中 由于硬要凉 回味无穷也 回味无穷啊 我失足即乱耳 无暗渡即老行 这 难道就是他心中 所向往的世界 这难道就是他的理想 不追 不争 不及不照 这与圣学期中 教导的学术真意 岂不是殊读同归 公子之境界 竟如此极高尚 看来我等 是以小人之心 杜君子其父啊 老夫 输他一筹 不 老夫纠结多年 却不如一个小辈 活得通透啊 昨日你们俩出去之后 你这脸上便一直挂着笑容 他与你到底说了什么 昨日吗 你就真的想要那种生活 无私逐之乱耳 无暗 独之劳行 那是你内心的真实想法吧 算是吧 韩阎晨文言沉默了 他爹是兵部尚书 在朝廷位高权重 将来他要嫁的人 必须是门当户队 应该也是大门阀的公子 可是他不想要什么门当户队的公子 他想要自己选 他觉得面前男儿就很好 其余好奇 在洛阳听过他写的诗 更听过那首送别酒 念去去 千里烟波 木矮沉沉处天空 多情自古伤离别 更耐堪 冷落青秋节 今宵酒醒何处 杨柳暗 小风残月 此去今年 应是良辰美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 更与何人说 我多么想 这首词是送给我的 他要回京了 这一曲 却不知几时还有机会再来 可是词已经留心中 这一次出来 人也留了心中 该怎么办好 这人 倒是让他好难选择 我有送于你的 他是为你而做 他是属于你的 真的 李下人沉吟天客 看向远处大江 或为感慨 他本以为自己不会心动 却不料美人撞入怀中 这个事件 允许三妻四妾 刘延也时常叫他收了孙北命 那时候他认为自己是断然不可能动脑的 可那样 便是与这个世界格格不离 重活一世 哪来那么多规规矩矩 雀桥仙念烟尘 坚云弄巧 飞星传恨 银汉条条暗渡 金风玉露一相逢 变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 家妻如梦 忍故雀桥归路 两情若是九长使 又起在朝朝暮暮 土匪趁眉男人在家的 那时候偷袭了村子 得知消息的侠人 直接带人用手榴弹 将土匪山寨一为平地 院子一位先生准备好 先生可以过去歇息了 好的 有心了 那个 先生 你要洗脸吗 还是想泡脚 我去给你打水 不用 鱼儿 你多大了 十八 十八方陵 有没有想过 找一个好人家家了 当然 这全在你心意 我自是希望你把青牛山 越做越好 未来青牛山 还会有许多工厂 产业 毕竟这是个好地方 先生 我这身份 嫁不出去的 而且 我并不想嫁 我会 我会替先生 守好这里的产业 守一辈子 说着 江鱼儿上前去整理床单 那床单的褶皱 她腐了又腐 不知腐了多少次 而此刻她心里 也是砰砰乱跳 有些紧张的 毕竟对于这男女之事 她脑海里一片空白 只听厂子里的姐姐说 只要她今晚留在这里 并且睡上先生的床 那一切就成功了 只是她心中很忐忑 她这身份 先生那般高贵 真的不会嫌弃她吗 她觉得天底下 恐怕没有男人能做到 鱼儿 验身了 你回去歇息吧 先生是嫌弃我吗 没事 我不怪先生 因为山下的男人 也这么嫌弃我们 我们这些被马匪卤来 当肉马的女人 命运注定如此 不 不是 那先生为何不要我 我 我不是不要你 那你就是要我 鱼儿 我且问你 今夜 你若在我这里过夜 往后可就真没有人 敢娶你了 而且你这举动 是不是违背 你的本心 你又是否喜欢我 得 你恐怕连什么 是喜欢都不知道 我知道 我就是知道 我家人都被马匪杀了 被抓上山的时候 我以为我会死 死得很惨 我不愿意在受辱中苟活 就在我想要自杀的时候 先生出现了 先生在我生命里 就像是一道光 驱散了所有黑暗 先生这辈子 可以有很多女人 我只有先生一个 先生 不要赶我走 好吗 我怕 我怕黑 鱼儿 那今晚我们就一起泡脚吧 先生 这月许已来 等等 挑重点说 好 先生所说的水泥 肥皂 香水已经进入研究实验阶段 但我们不敢确定 研究出来的东西 就是公子所需要的 需要您亲自查看 第二 张魁带领野炼方的人 研制了很多新鲜的东西 花费了巨额资金 有待商榷 第三 胡子他们在南面百里外的 无人山区 发现了一种黑色的矿石 一燃烧 不知是不是先生需要的矿石 哦 研儿 我 我想跟你说件事 当家的 我知道 你会跟我说什么 你不必自责 男人三妻四妾 不是很正常的吗 村长家都三个老婆呢 最近听说 他还要娶一房小妾 你是我们当家的 可不能落后 我还怕你不愿意那妾 外人会认为 是我不让你那妾 会说我小妾的 我是这个家的主母 应该大气 那女孩 是孙北音吗 呃 是 青牛山的 鱼儿 还有那个人 叫韩烟尘 我还不知道 她的身份 不过她跟九公主 玩得特别好 当家的 我还没见过你 这么扭捏的呢 像个女人一样 鱼儿是个不错的姑娘 我见过 以后我会照顾好鱼儿 他们的 这玩意这么快 就造出来了 是是 不行 底座的铁太碎 承受不住敌火爆炸 发射几次就会炸糖 而且 专门给正门炮发射的炮弹 七月那边还没有研制出来 此物 还需要很长时间去改良 能做到这个份上 已经很不错了 此物继续抓紧 然后这一份 是我新设计的东西 你看着研制出来 假 假 别误会 我只是想让我的标识们 减少伤亡 而且这假 我要百炼钢来做 以黑刀来测试 能抗尸刀以上不坏 才算合格 你做的每一件假 都要合格 因为那是兄弟们的命 春耕 万物复苏 村子里的人最近都在农忙 金水湾附近的耕地已经蓄上水 耕牛离田 富人插秧 看上去是一副很美的画卷 然而 李夏人却觉得这世界格外残酷 水稻虽然能种植两季 但是母产量特别低 只有二百三四十斤 而这些田地又都不是村民的 而是属于风水县一个田地大户家里的 村民们都是他的电农 甚至大家用来播种的骨子 都是从大户那里借来的 有能力来他这里上工的农户 已经舍弃了耕地 而现在劳作的 是那些没有能力上工的农人 这些人要么上了年纪 要么是身体不行 被筛选下去的 也有一些是请假回去 也要耕吉姆田地的 收获之时 不仅要上交朝廷的三成赋税 还要上交大户三成粮食 自己只能留下一小部分 广年 这一小部分还得预算给马匪 何其凄惨 而金水村这种现象已经少了很多 但风水线很大 这个世界很大 还有无数个村庄 无数农人都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 事情我忽然有个决定 我要买地 买地 对 我要买风水线的耕地 林地 山地 那些需要地气的 就买下来 买那么多地干什么 也对 此事得从长计议 反正你派个人 专门负责此事 那些有出售的地 就可买下来 然后是租给电农 还是另做他用 到时候再考虑 但有一点 租给电农 我们只收一成粮食 另外 大力收购粮食 可以去江南 江北 甚至更远的地方收粮食 无论何时 粮食都是最重要的 大井的粮食产量 还是有点低啊 红薯 哪里有红薯呢 难 难 红薯 那是个什么东西 先生 四周洛阳游人来信 百战百胜的郑国大将军 竟给一个从没打过仗的农民下官 先生 关外战士吃鸡 请先生随我出战 拯救大井黎民百姓 将军这是做什么 快快起来 先生 有统军之才 也有惊天之谋略 金某人 没有见过第二人 有先生之治军大才 故而恳请先生为了大井 为了无数百姓 出战一次 三日前 边关危急 已经到了存亡之时 西部边军三十万 战四二十余万 剩余不足十万边军 根本挡不住辽兵的铁骑 一旦辽兵踏过楼兰城关 往后的金马园 一路平川 直达四周 大井就真的亡了 此事上上不知 知 但无可奈何 北部边军被金牵制 东部边军正下赶往金马园 但是根本来不及 先生 金某人觉得 只有您才能救大井于水火 我与你去 我可是会死 这 先生若肯去 西部边军上将军长羽的封地 就是江南岛 届时 江南岛的矿藏资源 任先生开采 如何 更何况此战若胜 胜上一定会有大恩赐 先生不必担忧 还有一事 劳烦将军随我去做 不做此事 我心难安 有件事 想请你帮帮忙 赵凯不在 你去找周炳 让他带会骑马的标诗 携带那几种武器 迅速奔袭梁州楼山关 事情 去研究院找七月 带十箱手雷出来 让他们每人带一箱子 耳等听着 等会交给你们的东西 不能磕碰 不能见火 不能受炒 明白吗 此后先生的命令就是本将军的命令 明白 遂 各位军爷 咱们是一家人 我是地方县尉 你们 你们这是做什么呢 此人搁解马匪 祸害乡民 按律当咋 就地执行 将军 日前战事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昨日接飞鸽传书 辽国前锋三万铁骑 已经挺进楼山关 我军败退百里 距天狼谷而守 天狼谷是我军最后的屏障 若是尸首 辽军请客间可到金马谷城 好在天狼谷是一道天前 地势对我军有利 尚将军带领剩下的六万余人 炙守此处 倒是可以阻挡第二 等待援兵 辽军最厉害的就是重骑兵 我军在这重骑兵之下 可是吃了很大的亏 若不是天剑阻挡 我军根本无法抵挡 重骑兵的屠杀 可以说危在旦夕 目前对阵辽兵重骑 用的是什么方法 对阵 我们地处中原 不善于骑射 所以碰到辽军骑兵 唯有聚城墙而守 或者是引入山地之中 让骑兵无法进行冲锋 不过就算如此 损失亦是极其惨重 那巨马阵 建马坑 伴马绳呢 先生所说的是何物 听着好像很厉害 老乡打扰了 贵姓 小人姓宋 是这楼山几百猎户中 微不足道的一刻 官爷 前方可是在打仗 身为大井子民 我等也应该出一份力量 若是官爷应得上我 我便跟你们去了 红薯 这是哪里来的 官爷怎么会对这种东西感兴趣 官爷说此物叫做红薯 我们是从楼山上挖的 也不多 就偶尔有那么一两棵 数量非常稀少 而且我们本地都叫它为地窦 今年一整个冬季 才从千里楼山里面 找到这么一点 这东西还有吗 没煮熟的那种 就只剩这些 有这点就足以 爹 我想跟他们去 官爷 我对楼山一带很熟悉 我可以给你们带路 你来定夺 老宋 你可救这一个儿 战场危险 有可能有去无回 去吧 我门 跟着将军 不见功利业 不许回 明白 爹 而去了 上将军 先生相助 薛某人感激不济 先生 这只是辽军今日第一场冲锋 他们的重骑有一万五千余 可以组织三次大型冲锋 估计下一场冲锋很快就会到来 我们该如何是好 实话说 我们这西部边军 最多还能挡住辽军一天 只有一天 于庆 先生 上将军 我需要你的人 协助于庆做事 先生需要多少人 两万 副将皇侃 命后被军所有人 听按于庆小兄弟的调令 他的命令 就是我的命令 为令者 辰 末将遵命 我需要五千人 去左边野孤山伐术 五千人 去右边清水山伐术 修剪石头 另外万人 去下方的竹林里 伐竹子 遵命 接下来看你的了 我去江作影 暴征完成任务 我需要一万人 去下方的戈壁滩挖坑 坑比马蹄大一圈即可 但是要深 而且挖越多越好 听到挖坑 薛青一心中忽然有点慌 他不敢确定 眼前之人 是否真的能阻挡辽军铁骑 但军情紧急 他也只好死马 当作活马 金正远 不 我亲自去